这个男人明明只是宗门的废物杂役 却能一掌打败王朝皇子 并且还迎娶天魔教女帝 男子名叫宁天 原生只是一个在天魔教打砸了三年的废柴 但是天魔教女帝却要和你这样的废柴成亲 正在我疑惑之时 外面传来推门声 来人正是天魔教女帝落无情 只见他眼神冷漠的对你说 这场婚姻只是做的样子 我们之间只有夫妻之名 希望你别误会 文言我脸色巨变 开什么玩笑 本来都这么藏了 娶个老婆都是假的 忽然脑子响起叮咚声 恭喜宿主激活系统 身为十年老书虫的我当然明白何为系统 就在我忙着研究系统功能时 骆无情见你默不作声 皱着没问 你听清楚没有 我下意识的回了一句 没看我正忙着呀 刚说完骆无情神递进的威压直接扑面来 完蛋 刚刚自己太投入了 不小心惹火了这个女人 叮 宿主获得气场压制技能 可压制对方灵气三小时 这个奖励难道是我刚刚霸气侧漏 震惊到了骆无情获得的 仔细一想 她身为天魔将女帝 却执意要和自己成亲 说明我身上要她想要的东西 既然如此不如再让她震惊几次 多好几次她的羊毛 我直接起身上前 挑起她的下巴 怎么 对你的夫君有什么意见吗 果然又触发了系统奖励 那就继续劝热答体 既然我们是夫妻 那给夫君暖暖藏也是应该的吧 文言骆无情一脸猛逼的看着 忽然系统触发一连串奖励 觉醒神级修炼体质 经脉修复 武学悟性增强 修炼速度增强 灵气吸收增强 终于不用当废物了 哼 骆无情愤怒的把你打飞出去 糟了 好像把她惹毛了 刷的一声 骆无情把你摁倒在床上 沙翼在眼眸中一闪而过 想好怎么死了吗 你心中大呼不妙 连忙发动气场压制 只见一道金色的光芒 自你身体迸发 骆无情发现 竟然感受不到身体的灵气 身体也变得软绵绵的 胶躯扑入自己的怀中 好险 差点被嘎掉 冷静下来想了想 自己只有三个小时 好肯定是跑不过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拼了 先在女帝身上狠狠 薅一波羊毛在说 气同奖励声一直响起 你却无心顾暇 事后你捧着枸杞茶站在窗边 现在你杀了我也于事无 而且我还有价值对付 若无情狼狈的躺在床上 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但是你是观天魔教的未来 只得忍住杀意 留下一句 傍晚成亲大典照常举行 便转身离开 你长叹了一口气 还好唬住了他 修为奖励已到账 四周的灵气不断涌入你的体内 你的境界在不断地突破 短短一个小时 你就突破到六星玄武师 普通人苦修数十年 才能达到的境界 这方世界的修炼境界 以武者为师 而女帝则是神帝竞强者 并且还觉醒了天神体制 虽然不清楚 这个体制有什么效果 自己在这个世界 也有了立足之本 相信自己迟早会站在世界的顶峰 傍晚的天魔殿内 骆无情一袭红装站在大殿内 场下女帝的头号 舔狗林逍遥正眼巴巴地看着骆无情 红桌的狂兽健壮拱火爆 在我眼里也就三皇子 你才配得上女帝啊 我要是你啊 我肯定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女帝嫁给一个废物 林逍遥猛地灌一杯酒 女帝大人的决定 岂是我等能插手 话虽是这样说 但是林逍遥心里却极其怨恨 想着要狠狠地教训你一遍 在管事喊了好几声后 你才匆匆地赶到现场 不好意思 迟到了 见到你林逍遥就忍不住站了起来 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让女帝大人白等这么久 然而你可不会给她面子 咋的 我和我老婆结婚 你叫唤什么 听你说完在场的众人无故震惊 这小子怕不是疯了吧 丁 获得低阶武学天魔掌 领悟成功 以达大成 你心中暗喜窃喜 婚礼现场的这些人 在你眼里就是绿油油的韭菜 林逍遥看到你和洛无情站在一块 顿时就忍不住 这个卑微如蝼蚁的杂役凭什么 当即死磨地站起身 我要维护女帝的尊严 向你发出挑战 我也不以大气小 我自封一半实力 是男人的话就接受挑战 你正愁着怎么搁这群韭菜呢 这二傻子就自己送上门 这种好事你自然不会放过 当即硬了下来 这时林逍遥又补了一句 让你这个废物先出手 你等的就是这句话 当即运转体内的灵力 而旁观的天魔教掌老直叹气 我天魔教的脸面 要被一个废物败光了 你一掌拍出 前一秒还一脸不屑的 林逍遥脸色猛的一边 这是天魔掌 他一个舞者 怎么会掌握地阶舞学 封印一半实力的 林逍遥自然是抵挡不住 当即就想解除封印 可是体内封印 却被一股强大的灵力压制住 猛的一回头 是女帝大人压制了我 下一刻林逍遥被拍飞了出去 猛地撞在大殿柱子上 在场众人无不震惊 这小子竟然赢了 而洛无情也不经沉思 难不成他和天魔点有关 以及下午灵气消失 也是你搞的鬼 就在现场还众人 还处在震惊之时 你的系统奖励也到账 丁 获得神魅体质 提升无限魅力 让本来就比 监验祖的脸庞变得更加帅气 现场的圣女圣子 都用一只怪异的眼神看着你 恨不得当场把你吃掉 凭什么 你不是一个废物吗 说话的是倒在地上的灵逍遥 只见你淡淡一笑 后退我要开始装逼了 你双手背在身后 脸庞微微抬起 身为修炼者 若是不能一步登天 那与废物有何区别 天地有多广阔 人就有多渺小 我能看清自己 而你们不过是自诩的天才罢 这一番话直接让众人口吐坚确 道心破碎 天魔教长老直接被你的王霸之气震住 此此有大帝之姿 废财的你竟和绝美女帝成亲 只因万年前天魔教定下规矩 教主需要和具备天神体制之人成婚 而你恰巧具备天神体制 大长老连忙打断你 怕你再说下去 在场的人当心都要破碎 你这天魔掌从何学的 你假装漫不经心的回答 藏经阁呀 总不能说是系统给的吧 大长老一愣藏经阁确实有天魔掌 紧接着又问道 那你好事多久系的 你微微挑眉 说一分钟的话是不是太过 沉吟片刻 你竖起一根手指 一天时间 什么 一天 在场众人全都傻眼了 你挠了挠头 一天时间不是挺久的吗 大长老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 要知道就算是天赋异禀的女帝 也用了三天时间 在场长老都老泪纵横 祖师也显灵 天魔教竟出现了 比女帝还妖孽的弟子 听 获得一千灵气修为 虽然在场已经有不少人到心破碎了 但在大长老眼中这些都不重要了 大长老转头对着旁人 还愣着干什么 急事已到 这一刻 再也没有人觉得 你配不上女帝了 前一刻还一口一个废物 现在都改口说是天生一对了 看来不管是在那个世界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一旁的洛无情看着你 希望天魔像所说的是真的 数月前 天魔教禁地 洛无情站在天魔像身前 只要我和那个废物成亲 就能获得天魔点 传闻修炼天魔点便可获得成神路影 只有突破到神境界 才能应付半年之后的正道围剿 想要突破必须要有成神路影 万年前便有规定 想要获取天魔点 必须和具备天神体制之人成婚 即使是废材我也会与他成婚 他老者相对而作 正道蒙盟主正天大帝开口道 诸位准备得如何 回盟主 一切就绪 就是不知道那女魔头葫芦里卖什么药 竟然和一个废柴杂意成婚 正巧我在魔教内部安排有探子 不如一起听听 光幕之中出现一个粗犷大汉 此人正是狂兽宗主 大事不好 和洛无情成亲之人根本不是什么废物 而是一个绝世天才 那人叫宁天 仅用一掌便击败了林逍遥 天赋更是逆天 只用一天便吸得天魔掌 被认为拥有大地之姿的绝世天才 大地之姿 盟主 此子绝不可小觑 气得天意盟主一手捏碎通讯玉石 可恶 竟被那女魔头摆了一刀 只见她脸色一黑 随即怒道 给我查 查清这个明天的底细 夜晚 女帝寝宫内 你看着洛无情恶魔多姿的背影 不禁想起你的神魅体质 在殿内室好像对她无效 趁此刻没有旁人 你发动神魅体质走上前 老婆 你壮大胆子喊了一声 你把神魅体质运转到极限 春宵一刻值千金 咱们是不是应该做正事呢 洛无情知识淡淡地看了你一眼 这种小把戏对付小姑娘还请 对付我还嫩了脸 嫡论 只能尴尬地挠了挠头 不愧是你帝 道心如此坚定 这时 洛无情凝硬起身 缓缓脱去贴身外套 缓步走到你身前 淡淡笑道 有色心 没色胆 谁说我没色胆 为了男人的尊严 你直接硬气起来 说吧 刚要起身上前 只见洛无情对着你轻轻一点 你对我做了什么 只见你被定在原地 动弹不得 没什么 只是压制了你的灵力 今晚你就站着睡吧 有本事你放开我 我们真刀真枪的在床上打一架呀 然而你只能无能狂目 实力差距太大了根本没法反抗 你叹了一口气 没办法还是先修炼吧 此仇日后再报 说吧 你便修炼了起来 清晨 你只觉得浑身酸润 洛无情真是狠心 竟然真让自己站了一晚上 辛辛苦苦修炼了一晚上 也只是从六星玄武师提升到七星 还是太慢了 看来得找个灵气充沛的地方修炼 地缘修炼场 天魔教的修炼圣地 你盘坐在最中间的位置 感受四周灵气涌入体内 心中欣喜不已 没想到这里灵气竟如此浓郁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 直接释放十倍灵力吸收速度 顿时你就感觉体内爆发出一阵强大的吸力 周围的灵气不断涌入 整个地缘店猛的震动一下 在场的弟子都被吓了一跳 中部听起来不错 灵力吸收的差不多了 该去挑选一门功法吧 你站起身随意问向身旁的一个小师妹 请问宗门功法在何处 为祖师都在藏经阁里 今日正是藏经阁开放的日子 文言你点了点头 突然你猛的反应过来 你叫我什么 祖师 小师妹一脸娇羞的看着你 和女帝成亲之人 便是称为师祖 你笑着开口 师祖太老了 叫我哥哥就行 小师妹心仿佛被狠狠击中一般 师祖哥哥好帅呀 很快就到藏经阁了 只见这排队的队伍如长龙一般 你皱了皱眉 这么长的队伍得排到猴年马月 你前方的弟子听到你说话转身 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 师祖 一瞬间 在场女弟子全都犯着桃花眼 喊着师祖好帅起了上来 男弟子都是一脸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师祖果然魅力非凡啊 在藏经阁前吵吵闹闹成河提讨 来人正是藏经阁长老 古炎 一看来是是古炎长老 人群纷纷散开 这位长老可是出了名的古板 甚至敢顶撞女帝 被他盯上可吃不了兜着走 刷 古炎参见祖师 只见古炎恭敬地行了一个弟子礼 恭敬地献上一枚令牌 师祖凭此令牌可以在藏经阁任意观乱 你接过令牌又听到古炎说 树老夫多嘴 藏经阁越上层对实力的要求越高 不知道祖师要前往几层 祖师 古炎一抬头却发现你已不见身前 你已经运起犹龙不往藏经阁去 当然是去第五层 第五层除了女帝 大长老 太上长老外 再也没人上去过 一进来就看到琳琅满目的功法卷阵 就在你考虑从那一本开始看起事 一个闪烁着暗光的卷轴出现在你眼前 地阶高级魔王宫 那就塌了 随即你便把卷轴摊开 丁 触发十倍领悟 魔王宫略有小成 魔王宫已达登峰造极程度 宿主已完全领悟魔王宫 藏经格外猛的一阵 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是师祖 古言当即使用传音术 师祖 方才异象徒生 不知师祖是否有什么问题 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开辟的灵脉太少了 文言古言淡淡一笑 师祖不必沮丧 开辟十条以上都算是不错了 明明体内的灵气还剩大半 我才开启了一百条灵脉而已 你的话如晴天霹雳一般 魔王宫的极限就是一百条 才修炼半个时辰 这也太拟天了吧 丁 奖励神级功法天神路 可以开启天神体制 天神体制 我刚穿越就和女帝拜堂成亲 结果在新婚之夜上 女帝嘲讽我有色心没色的 还施法把我定住 让我吹了一晚上的西北风 对此我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这是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 为了提升实力 我来到藏经阁学习新功法 功法等级由高到低分为 神 天 地 玄 黄 而天神路正是神级功法 正在以十倍速度领悟功法 体内的灵脉在这一刻土崩瓦碎 重新化为灵气 没想到修炼神级功法 竟需要化解原本的灵脉 看来以玄武师的实力 只能领悟到三成 那我倒要看看 神级功法能开启多少条灵脉 伴随着你的修炼 天魔教上空 灵气如漩涡一般聚集 无数弟子纷纷抬头 面露惊骇之色 灵气如汪洋大海一般会集 祖师的修炼天赋竟如此之高 哄 你整个人冲上天空 不断吸取整个天魔教的灵气 大胆 何人在寄予我天魔教的灵气 是太上长老 他老人家出关 难道是突破到神地镜吗 恭喜太上长老突破到神地镜 突破个屁 好不容易找到一点门道 结果灵气被一扫了空 到底是谁引发这么大动静 太上长老您有所不知 引起天地一向的是祖师大人 洛无情那丫头嫁人啊 是神功大帝还是飘渺圣主 是咱们天魔教的一名弟子 听到此话 太上长老瞬间暴露 普通弟子有什么资格 还不如嫁给地镜强者 起码能拉拢关系 就在这时一股地镜级别的威压落下 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道清冷月的声音 他自然有这个资格 无数弟子长老纷纷朝来人跪拜 参见女帝 无情小丫头 婚姻可不是儿戏 更何况你可是女帝 太上长老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现在已是女帝 我的事情无需你多虑 周围的长老和弟子都是暗自震惊 女帝为了师祖 竟不给太上长老一点情面 就在这时天空中赫然出现一条雷龙 不少长老弟子脑子一片空白 师祖这是在修炼功法 怎么引来雷杰了 接着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下 雷龙猛地冲入你的体内 不是雷杰 他是在用圣光雷杰开辟灵脉 太上长老直接傻了 如此天赋 他日真挚大地也不无可能 太上长老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 若无情妄向你 当真是天神体制吗 看来成神露影尽在咫尺 不好了 师祖灵海暗淡无光 以成枯竭之响 雷龙入体时若是灵气不足 必会暴体而亡 你们切不可靠近 我去为他护道 说罢罗无情便出现在你面前 没想到雷龙转化为灵脉 需要这么多灵气 就在这时一股庞大的吸力 从你体内爆发 洛无情眼眸闪过一丝惊恶 竟然在强行吸收我的灵气 嘴角掀起一抹弧度 我倒要看看你能吸多少 紧接着神地镜的气息 全部爆发出来 灵气不断涌入你体内 刷 你猛地睁开眼睛 你环抱起洛无情 黑黑一笑 谢谢老婆 欢一姐待为我护道 洛无情眼神不自然地撇向一旁 现在把你的手拿开 我可以饶你一命 你在心中暗息 他会出手帮我 看来是真的不想让我死 天地一向逐渐消散 你和洛无情缓缓落下 古言长老见你落下当即询问 师祖您开辟了多少条灵脉 我看看 不过199条灵脉 199 老夫当年开辟80条灵脉 便位于天才之列 但师祖这 刚穿越女帝就和我拜堂成亲 就连修炼时也陪在我身边护道 你此次修炼的异象 惊动了整个天领域 几乎所有强者都望向天魔教方向 东兴国皇宫内 东兴国国主灵霸脸色阴沉无比 可恶 又是天魔教 我而逍遥自天魔教回来后 整个人失魂落魄 魂魂恶恶 如同废人一般 国主 逍遥皇子所患的是心病 心病最难医 既然如此 天老 你立刻去联系天道蒙 商讨剿灭天魔教一事 一旁的老者犹豫了一下开口 国主 那可是天魔教啊 灵霸猛的一百手 难不成是女帝突破至神境吗 其中一位老者面带惊恶之色 若女帝突破到神境 那半年之后的围剿 岂不是去送死 若无情没有成神路已 必不可能突破至神境 那这足以惊动 整个天灵域的雷结 究竟是何缘故呢 正道蒙盟主摇了摇头 不管是何缘故 都与若无情脱不了干系 必须尽早处理天魔教 天魔教内 你和若无情缓缓落下 太上长老还沉浸在 方才的意象之中 此此有大地之姿 甚至可达神境 没想到我天魔教竟有如此人 就在这时 若无情突然靠近你 还不带你反应过来 若无情便撕开你的上衣 伸手抚摸你的胸口 嘿嘿 老婆 大庭广众之下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这么多长老弟子看着呢 不过若无情却并未理会你的话 手中灵气不断运转 猛地拍向你的胸膛 你体内浮现束到雷电 若无情站在你身前淡淡开口道 你体内的雷结隐患 我已经帮你清除了 你一论 雷结隐患 你的身体经过方才那一掌 确实轻松了许多 原来是老婆担心我啊 我太感动了 晚上我一定好好犒劳 只是你话还没说完 若无情直接灵气爆发 小手一挥 你便化作一颗流星飞上天空 做完一切 若无情回头看向众人 今日之事严禁外传 外传者 杀无赦 懂吗 一众长老弟子咽了咽口水 随后重重地点头 我等明白 你在飞行了不知多久后 精准地掉入一处水潭之中 若无情 我好歹也是你老公 没想到你下手这么重 师祖 你的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你回头一看 竟然有一群身穿薄杀的女弟子 在这吸走 你连忙开口解释 误会 这是个意外 你们听我狡辩 你还没解释完 小师妹便羞答答地开口 原来是师祖啊 我还以为是有变态偷窥呢 师祖要是真的想看 我们就慢慢看嘛 不用偷窥了 话音刚落 在场的女弟子就如同恶狼一般扑了上来 你那见过这阵仗 吓得你一个后撤步直接逃离 师祖怎么这么狠心 要是能和师祖一起泡澡 那有多幸福 你一边逃离犯罪现场 一边想着神魅体制 怕不是魅魔体制 还好我一身正气 没有做什么出轨的事情 固然下半生的幸福铁定没了 固然一道清冷悦耳的声音传来 女弟子洗澡好看吗 你下意识地回答 好 不好看 若无情瞥了你一眼 随后开口道 随我来 不久后便来到一处山洞之中 没想到天魔教还有这种地方 这时若无情开口 这是天魔教禁地 利润教主的灵牌都在此地 若无情抬头望向石像 心想只要拿到天魔点 成神路影 便可突破神境 届时便不怕正道围剿 随后回头望向你 明天 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情 我要你将精血 滴在这尊石像上 听到此话你变得谨慎起来 精血是修炼者最纯净的能量 滴血认主 操作对方之类的事都需要精血 若无情也看出你的顾虑 放心吧 我要害你的话 你还能活到今天 闻言你也是一致 他说的没错 神帝竟真想杀你 你根本活不下来 女帝会选择嫁给你 恐怕和此事脱不了干系 沉默片刻后你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 随后你运起灵气 从体内逼出一滴精血 一滴烟红的精血凝聚在指尖 紧接着便飞入石像之中 突然石像爆发出一阵强烈的能量 能量逐渐形成一个人影 哈哈哈哈 我天魔终于苏醒了 天魔 难道是天魔教第一任教主 本以为女帝和你成亲 只是为了利益 却不想在关键时刻 女帝舍身救你 天魔贪婪的眼神在你身上扫过 几千年了 终于等到天神体制了 洛无情在这一刻 也意识到不对劲 连忙问道 答应我的天魔典和成神录影 小女娃 你太天真了 成神录影不过是 老祖我编出来的吧 多亏了你们这些傻子 帮我寻找天神体制 省了我不少力气 你找死 洛无情冰冷的声音响起 神帝竟气息爆发 灵气在御掌上凝聚 但下一秒确认怂一般向你冲来 我是灵魂体才不会傻到和你硬碰硬 看见冲来的天魔你不禁反省 以为我是软世子 甚至主动撤销灵气防御 想夺舍我 那就来吧 若无情看到这一幕冷眉意中 连忙来到你身前 地长拍出 想要将天魔给逼出来 进去了岂有出去的道理 瞬间一道黑光照 将你与外界隔绝 在你体内天魔忍不住的兴奋 很快这天神体制就是自己了 看到你体内庞大的灵海 更是忍不住大笑 这天赋都是我的 忽然传来一阵雷鸣声 天魔抬头望去的瞬间脸色大变 只见你体内199条灵脉 全部化作雷龙 将天魔退路拦截 雷电自古以来便是魂体的克星 稍有不慎便会魂飞魄散 此时天魔已心生惬意 转身就打算逃离 老家伙 进来了 可没这么容易出去了 天魔内心猛的一阵 难不成这小子是故意引我进入体内的 好歹读的心思 好厉害的手段 丁 你震惊了天魔 获得灭魂术 可转化魂体能量提升修为 你嘴角微微掀起 灭魂术 好东西 天魔 你怎么不嚣张了 臭小子 我好歹也是神帝性强者 说罢便打出树道天魔掌向你袭来 你只是随手一挥 雷龙便把所有攻击挡了下来 紧接着你发动魂灭术 连同199条雷龙向天魔戏去 被雷龙包围的天魔死死支撑着 魂体被天雷克制 他连扮成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天魔 别挣扎了 乖乖化作我的养分吧 天魔气急败坏的怒吼着 臭小子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你一脸冷漠的看着天魔 雷龙 吃了他 雷龙不断的撕扯着天魔的身体 很快天魔便化作纯粹的灵力 融入你体面 此时洛无情一脸纠结的看着你 成神露营只是一场骗局 对于你这个亵渎了他身体的家伙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你 爸爸 本来就是我被骗了 运气灵力便打算打破互动 只是还不等他出手 笼叫你身体的部队瞬间破碎 洛无情一眼就看出你并没有被夺射 紧接着便把手放在你眉心探查你体面 你居然把天魔魂体的能量吞射了 你嘿嘿一笑 这么多魂力应该能转化不少灵力了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体内灵力过于庞大 即将自爆 顿时你感觉身体炽热无比 浑身能量变得狂躁起来 就在这时嘴边传来清凉的触感 睁眼一看洛无情竟然吻了上来 来了来了 在你吸收天魔灵魂能量即将自爆之时 女帝却突然吻了上来 紧接着一道声音传进脑海 不想自爆就安静点 原来洛无情是在帮你疏解体内的狂暴灵力 持续了半个小时 你体内狂暴的灵力被洛无情吸得干干净净 随后便一把推开了你 紧接着手上拿出一颗白色玉珠 这是魂体能量所化的魂元珠 你可以吸收里面的能量进行修炼 不过切记修炼要循序渐进 不是每一次我都在你旁边的 你听着洛无情关切的嘱咐 忍不住说了句 老婆 谢了 紧接着你看向石像 老婆 咱们把天魔灭了 这算不算是七师灭祖了 只见洛无情运起灵力 一讲便将石像轰得粉碎 这种为了一己私欲 欺骗数代天魔教主的人 不配为天魔教祖师 不过洛无情内心还是闪播一丝担忧 没有成神录影便无法突破 若是正道来犯 该如何是好 罢了罢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野 就算没有达到神经 若敢来犯天魔教 必让他们付出代价 就在这时你感觉体内 有一股能量在不断的膨胀 你喊了一句 老婆 我先突破了 便盘夕而做修炼了起来 你再次突破吧 无人能打扰你 随后洛无情便离开了 随着体内199条 雷杰灵脉不断运转 你也是成功突破到通灵境 与此同时 隐魔宗内 隐魔宗主看着眼前的青年 三十 你又突破了 是 弟子已是通灵境巅峰 差半步便可踏入帝王境 好好好 看来我隐魔宗后继有人了 只可惜如今天魔教越来越强大 我隐魔宗还是被压得翻不了身 自古以来 魔道皆以强者为尊 而天魔教女帝 更是一人镇压魔道众多强者 天魔教虽为魔道 但心词手软 富人之人 凭什么领导魔道众人 三十啊 三日后天魔教举行的论道大会 便由女参加 魔道已有不少人对女帝不满了 届时不少势力都会派天骄前往 道士狠狠地将天魔教弟子踩在脚下 看他如何坐稳正魔道魁首的位置 这次算是运气好 遇到的天魔是魂体状态 若无情说的没错 不是每次危急时刻都有人出手相助的 正好今天是月圆之夜 可以吸收月光灵气加快修炼 随后你便在一处山崖上打坐修炼起来 只是你的身影吸引了不少弟子的注意 那不是祖师吗 祖师竟然不和女帝同床共振 而是在这里恐羞 可恶 祖师都如此努力了 我们怎能堕落 你震惊一众弟子 奖励十倍速度吸收月光灵气 你看着下方的弟子也是嘴角一筹 要不是洛无情不给自己进房间 怎么会跑这里来修炼 紧接着你便开启十倍月光灵气吸收速度 瞬间你身边堆积了一大堆月光灵气 整个人犹如皓月一般璀璨 下方弟子带着震惊又崇拜的眼神看见 祖师真是神啊 巡逻的大长老也是来到此处 你们大半夜不睡觉在干嘛 一个女弟子回道 大长老 你小声点 也打扰到了祖师修炼 大长老也是被这场景震惊到了 这群小崽子竟然如此努力修炼 借助着魂元珠和月光灵气 你的修为也是达到了二星通灵境 按照这速度两个月内就能突破到帝王境 大长老和一众弟子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祖师突破简直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就在这时你身上浮现一个巨大的虚影 丁 获得信仰修炼 来了来了 没想到你只是在打坐修炼 却吸引来了一大堆弟子为官 就连宗门大长老都闻风而来 原来是你获得了信仰修炼 当周围的信徒和你一起修炼时 信徒的修炼速度将提升两倍 并且信徒修炼的灵气将反补于你 文言你看向下方同你一起修炼的弟子 在天魔教里最不缺的就是信徒 不过看到人群中的大长老就不一样了 大长老可是圣皇境的实力 反补的灵气一定很浓郁 想到这你越来到大长老面前 笑盈盈地看向大长老 大长老 今夜为月圆之夜 不如来一起修炼如何 说不定能有大收获 就在大长老开口推辞 还有别处要去巡视时 周围传来一道充满兴奋的叫声 天啊 我竟然突破了 我也是 祖师就是牛 看到这场景大长老也是瞪目结实 一个人突破就算了 还能集体突破了 想到这大长老也感觉到事情不简单了 嗨嗨 既然祖师您盛情邀请 老夫自然不能扫了您颜面 说完便盘膝打坐修炼起来 修炼了一会后 大长老却感觉和平常没什么区别 难道是我想多了 这时一旁的弟子看不下去 大长老 你得高喊 祖师真的牛 然后再修炼才行 沉默了一会 大长老还是硬着头皮喊出了 祖师真的牛 话音刚落 就有一缕圣光笼罩而来 紧接着 大长老便感觉吸收灵气速度瞬间飙升了两倍 感受到体内充沛的灵气 大长老也是一脸崇拜的妄想 祖师真的是天魔教的福星啊 不过此时的你完全进入修炼状态 月光灵气 魂元珠再加上信仰之力 现在的修炼速度如同坐火箭一般快 一日天魔殿内 若无情高居于会议店手座之上 这时大长老封尘仆仆的跑过来 抱歉 女帝 老夫来迟了 昨夜老夫跟着祖师在月光崖下修炼 所以耽误了些时间 一旁的长老一脸疑惑 大长老作为圣皇境强者 还需要和玄武经的祖师一起修炼吗 不不不 你们不懂 只要在祖师身边修炼 吸收灵气的速度就能成倍的增加 文言大殿内的长老也是心中暗证 大长老虽然还未突破 但气息却深厚了不少 若无情咪了咪美眸 这家伙彻夜未归 竟然搞出了这么大动静 随后开口制止了讨论 诸位先说正事 今日来我天魔教论道的天骄数不胜数 虽是友情论道 但我不希望 我天魔教弟子不如别人 诸位长老可明白 文言大殿内的长老猛的点头 齐声喝道 我等明白 与此同时 山门之外已经有不少天骄遇见而来 先从门前来天魔教论道 霍山宗前来天魔教论道 隐魔宗前来天魔教论道 天魔教弟子也是被这人数震惊到 没想到联魔道三大天骄都懒 灵虚宗灵奥 隐魔宗英三世 姚池圣地圣武 这时负责招待的弟子也站了出来 欢迎诸位前来天魔教论道 接下来由在下带大家前往论道台 这时姚池圣女却望向远处的山峰 这位师兄 请问衙峰之上修炼的是哪位天才弟子 那是我们天魔教的祖师大人 在带领大家修炼的 听到祖师二字 三位天骄的目光都聚集而来 灵奥却冷哼一声 区区一个通灵镜也能带别人修炼 简直一派胡言 感受到如此热闹的一幕 你自然也不会错过 当即运起身法潮论道台而去 此时论道台上 一位壮硕的大汉 一拳将巨石轰出一个巨大的口 随后转身面向一位书生模样的弟子 请天魔教清风师兄赐脚 只见徐清风一脸和善的表情 师弟客气了 只是下一个 徐清风一山炸裂 轰 你是一拳 便将巨石轰得粉碎 此时观战台上的大长老一脸笑的 这次论道我天魔教必定大获全胜 地旁的骆无情却淡淡的开口 别高兴得太早 最为棘手的三个人还没上场呢 这时你突然从骆无情身后窜出 哪三个最棘手 让我康康 此时论道台上一道身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诸位 今日我不论三千大道中的任何一道 老婆 隐魔宗的弟子都像他一样是个娘娘腔吗 这一刻 阴三十的脸色瞬间阴沉 他平生最恨有人说他是娘娘腔了 随后表情阴冷的挑衅了 怎么 偌大的天魔教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也毫不客气的回对 娘娘腔 这么简单的问题 也值得你拿到这里讨论 这个男人只是说了一句话 却能让各路天交突破境界 原来在方才阴三十提出了什么事的 就在天魔教众人苦恼之际 你却表示这么简单的问题 也值得拿到这里讨论 随后你一跃来到台上 准备将这个阴三十给打发走 而天魔教弟子看到上场是你 全都心中充满期待 阴三十冷冷一笑 我看你年纪轻轻 境界也不高 难道天魔教就派你出场 你摇了摇头 有些东西可不是按照年岁来判断 台下的灵傲对此打个灭信 认为你不过是个装腔做事的家务 你淡然一笑 今日我便告诉你 道为何物 道 无形无相 无声无秀 大而无碍 小而无内 道 众多天魔教弟子欢呼了起来 虽然没懂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阴三十眉头皱起一脸迷惑 你在说些什么 你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没文化真可怕 好好听着 接下来我便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道 大道三千 每一条道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理解 拿剑道举例 剑道的道是剑影 是剑客对剑的认知 修炼剑道的人领悟了剑影 那么他便领悟了剑道 依次类推和为道 不用我一一解释了吗 三千大道就有三千种道 每条道都是独一无二的 道本就是修炼者选择的路 当你修炼成功时道已经在你心里 这一番话震惊在场中 一个个宛若如梦初醒一般 甚至不少人现场突破 此时阴三十眼睛瞪的老大 道若是这么简单我早就 话未说完 阴三十体内气息猛的上升一大截 直接就突破 看着眼前蜂魔般的阴三十 你心中暗笑 这些天骄也太好互弄了 丁 获得技能卡 大帝一击 神帝巅峰的权力一击吗 不错 底牌又多了一张 大长老忍不住感慨 我天魔教由此祖师 简直是几时修来的福分啊 恢复过来的阴三十脸色阴沉 算你厉害 今日是我输了 这时又一道声音响起 灵虚踪灵奥 请祖师赐脚 轻轻一跃便来到台上 在下想要和祖师论剑道 这话让你眼前一亮 正好来实验一下系统给的剑义武剑 武器分为五个品剑 法器 灵器 宝器 仙器 神器 而灵奥手中的虚影剑正是宝器 灵奥持剑望向祖师 你为何不拿剑 你摇了摇头 我没有剑 文言在场的天魔教弟子兴奋地掏出剑 祖师用我的大宝剑 不必了 只见你缓缓抬起手 虽然我没有实体剑 但我有其他的剑 接着一条由剑义形成的巨龙出现在你身旁 感受到这灵力的剑义 灵奥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即使还没交手 他也明白了结果 祖师 这论见到我输了 你皱了皱眉 剑义的威力还没实验呢 随后你妄想摇池圣女 只是摇池圣女摇了摇头 祖师 我不是来找你论道 我是来 话未说完 天魔教上空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地镜威压 瞬间笼罩了整个天魔教 这威压不是洛无情 是谁 明明是个被称为废物的男人 如今却能在神地镜强者手下抢走仙气 原来在你教训玩个路天教后 天魔教上空却出现了树道地镜威压 不过若无情只是轻轻一挥手 龙教在天魔教上空的威压顷刻间土崩瓦解 随后冷淡的眼神扫向虚空 隐魔老人 既然来了 隔壁像的老鼠般躲躲藏藏 结结结 伴随着怪笑声虚空中出现一道咕楼的声音 隐魔老人嘴角挂着一抹冷笑 若无情 我们五大宗门早就不满你天魔教做魔教魁手 时时悟的话 就将魁手的位置交出来 随后树道强大的身影浮现 毒蛇谷谷主毒蛇太医 恶魂教魂灭长老 阴阳宗宗主为阴阳 毒蝎门蛇蝎夫人 看着上空的五位神帝镜强者 在场的众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你看着上空眉头微微皱起 五人都是神帝镜强者 老婆能对付得了吗 心中暗暗盘算 如果使用大地一击的话 至少能废掉一名敌人 即使面对五名神帝镜强者的逼宫 若无情依旧是神色淡然 哼 想做魔道魁首 就你们也配 女帝这霸气的模样 瞬间引起一众添娇的惊叹 连你也不禁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我老婆 就是霸气 蛇蝎夫人冷冷一笑 既然你如此冥顽不顾 那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随后魂灭长老祭出阵教之谜 鬼灭图 在魂灭长老展开鬼灭图的瞬间 传出一阵阵鬼哭狼笑之声 接着出现数不尽的恶火 这鬼灭图 可是献祭了9999个修士的魂魄 虽然老夫只能召唤三千恶魂 但是对付你们足以 天魔教弟子都是忧心忡忡 仙气威力巨大 持有者甚至能越境打败对手 女帝大人这下可麻烦了 9999魂魄炼制 这鬼灭图属实有点邪恶啊 不过这是系统提醒你 三千恶魂能加强魂元珠的力量 并且你的魂灭术和雷杰灵脉专刻魂体 顿时你的眼睛一亮 既然如此 那鬼灭图我要定了 下品仙气 看来你们为了对付我准备了很久 那是自然 为了对付你 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先品兵器 不过下一刻 若无情淡淡的站起身 气息猛的一变 一个神境七星 四个神境三星 也敢挑衅本地的威严 隐魔老人等人此时脸色难看无比 这若无情什么时候达到了神帝境巅峰 神帝境巅峰又如何 我不信他能招架主人全力为功 随后魂灭长老用三千恶魂困住其他人 做完一切后 五人齐齐向若无情袭来 看着袭来的三千恶魂 大长老抱贺一声 天魔叫众长老随我迎战 就在这时你站了出来 大长老 这三千恶魂交给我来对付你 随后你运转魂灭术 弹指间便将周身的恶魂灰飞烟灭 这一幕震惊了一众长老 每个恶魂都是堪比帝王镜的存在 在祖师面前 静瞬间就灰飞烟灭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以震惊一众长老奖励雷结阵法 只是瞬间你就领悟了这门阵法 在你将手接触地面的瞬间 一道巨大的阵法便出现在轮道台上 在你以雷结灵脉和魂灭术布置的阵法下 三千恶魂瞬间便被斩杀 接着化作一道道魂力融入你的魂源珠中 而失去控制的鬼灭图也飘入你手中 魂灭长老脸色一变 不是说他是一个废物吗 竟然炼化了我的鬼灭图 这时洛无情冷漠的声音传来 面对本地竟然还敢分心 随着话音落下 一个巨大的天魔掌落在五人身上 只是一掌就将五人轰飞 必须祭出仙气先杀掉洛无情 不然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随后四人同时祭出仙气向洛无情袭来 而找到机会的魂灭长老竟向着你袭来 臭小狗 你死定了 面对众人围攻的洛无情也是一脸惊慌的妄想 领天 来了来了 平日里冷落冰霜的女帝 在今日静宽衣姐带来服侍你 原来在刚才 魂灭长老趁众人不备来偷袭 见状洛无情眼中傻过一丝交集 你们若敢伤他 本帝一定叫你们魂飞魄散 随后大帝之威爆发 抬手就将四柄仙气打破 接着一招天魔掌 就将四位帝境强者击溃 这一刻魂灭长老也顾过了这么多 悲气流转便闪烁至你深情 若无情的小脸上露出一丝惊慌之刺 在场的长老都是心急如俯 但帝境层次的战斗不是他们能插手 帝境威压将你笼罩 看着近在咫尺的魂灭长老 你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此刻你只剩下一个选择 启动大帝技能卡 接着一股大帝气息自你身上爆发 并且一尊巨大的金色虚影在你身后浮现 感受到这股气息魂灭长老心中掀起惊涛害老 这小子是大帝强者 你没有理会他的挣扎 猛地抬起手掌朝他落下 金光虚影也是伴随你的动作抬起手掌 一掌朝着魂灭长老落下 甚至连惨叫声都没发出便被灭杀 看着被灰飞烟灭的地镜强者 众人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击之后金光虚影开始消散 这时洛无情一脸担忧地靠了过来 拧天明明才通灵静 怎么会有大地的气息 只是还未开口 你就一口鲜血吐出 整个人摇摇欲坠了起来 接着你感觉身体触碰到了一阵柔软 看来便宜老婆还是挺在乎 随后你便昏了过去 同时一众长老也是赶了过来 祖是怎么样了 查看了你伤势的洛无情也是松了一口气 无妨 他只是疲累过度昏了过去 随后将你交给大长老 接着看向天空中的四人 美眸中闪过一抹杀意 这一刻四人都明白女帝是真的怒 一个个转身就要跑 不过这时洛无情手上浮现一笔仙气 在本地手上还想逃 接着四道血红色的箭矢轰然射出 直接是射穿四人的身体 当场将三人诛杀 而隐魔老人趁机施展了血盾之法 洛无情算你狠 留下狠话后便顿走于虚空之中 应担忧你洛无情并没有追击 吩咐大长老居灭了 失去地境强者的宗能 在不久后 郑道蒙也收到了四大宗能被灭的消息 同时也了解到五帝低功女帝 结果只剩隐魔老人重伤逃出 并且女帝夫君更是一招斩杀地境强者 郑道蒙盟主冷冷一笑 神地境巅峰岂是几个准地能招忍 至于那个天魔教祖师 或许是洛无情给了他什么自保的手 尽管如此 天魔教传起祖师的名号 已经想变了整个天陵域 郑道蒙盟主打断了 无妨 等虚神天公公主出关 我与他两位神地境巅峰 虚去洛无情 又怎会是我二人的对手 在此之前通知门内弟子 历练时遇到魔教弟子 杀无赦 同时陷入昏迷的你 已经在天魔教圣池内躺了三天 在这时你的意识逐渐清醒过来 一醒来你便感觉身体好像要散架一般 差点以为自己要玩了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引起你的注意 你向角落一瞥 发现是自己的老婆 此时洛无情一脸忧愁的喃喃道 明天 不管多长时间我一定会让你醒过来 你心中一道暖衣流过 自家老婆就是典型的外冷媚人 等老婆过来再给她一个惊喜 不过下一刻洛无情将衣裙脱下 这让你心中慌万不止 上次太匆忙都没怎么注意 原来洛无情是圣阳体质 能够催动圣池加速恢复你的伤势 而吞去衣物能加快催动速度 触摸到你身体的那一刻 洛无情发现你的心跳加快 莫非是伤势又恶化 接着又注意到你鼻孔流向的鼻血 洛无情眉头微微皱起 晕了的人也能流鼻血吗 不过再看见一个 不可名状不可言喻不可观察之物时 洛无情瞬间反应了过来 这家伙早就醒了吧 你十分自然地睁开眼朝洛无情打招呼 老婆早啊 昨夜你睡得如何 只是一睁眼鼻血就喷扭而出 忍不住喃喃道 老婆你真美 接着洛无情不自然地站起身 既然醒了就穿好衣服 随我去个地方 说吧便转身离开 你自然看见了洛无情通通道 没想到老婆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穿戴整齐的你跟着洛无情离开盛世 来到某处后便看到不少长老弟子 下一刻众人向着你们行礼 恭贺祖师顺利康复 从养我天魔较威 来了来了 冷若冰霜的女帝也有娇羞的一面 就在今晚洛无情竟问你要修炼还是吃饭 听闻此话你毫不犹豫将洛无情压在身上 原来在刚刚 你发现自己竟可以储存信仰能量 原来是你信仰修炼等级提升的 如今不仅能加快修炼 还能储存信仰能量化作攻击手 这时洛无情抬手祭出三柄仙气 这三柄仙气正是从被覆灭的四宗缴获了 分别为低阶仙气 盘龙枪 低阶仙气 诺龟甲 中阶仙气 赤霄剑 接着洛无情美眸看向你 这次剿灭四宗你有功 三剑仙气你选一剑吧 虽然你想说成年人不做选择 不过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不足以驾驭三剑仙气 而赤霄剑是中阶仙气 又能配合自己的剑意乳序 想到此处你也不犹豫 我选择赤霄 玄机你便划破手指 以血为气 开始滴血认主 随后一股惊人气势自你身上的脸 熊熊燃烧的烈焰形成一条巨龙飞向天际 可突然你意识到不对劲 手中的赤霄剑只能发挥出龙气的力量 这时洛无情开口解释 赤霄有一个特性 主人的实力高低会影响赤霄的品贴 赤霄剑的强弱都取决于你的实力 谢谢老婆 这下你明白了 只要自己实力够强 那赤霄上限也比一般的仙气高 这是洛无情脸色严肃的妄想 明天我有事要问你 你那日的大地一击是如何来的 就算是天神体质 也不至于能召唤大地虚异 你没有立即回答 就算是你相信洛无情 但系统牵扯太大了 要知道神帝境之上还有更强者 天灵狱不过是三重天九重狱中的一处而已 身上的宝物千万不要随意暴露出来 文言你也是松了口气 自家老婆还是通情达理 而这时有人通报 瑶池圣女求见女帝 而瑶池圣女此行的目的 是希望借用天魔教的天明镜 甚至愿意提供一枚瑶池仙丹作为报酬 文言洛无情不由有些惊讶 瑶池圣帝竟然连仙丹都舍得拿出来 要知道这可是仙路连花十年才凝结一刻 甚至能让神帝境巅峰强者半只脚踏入神境 瑶池圣女一脸紧张地看向瑶池圣 不知女帝大人是否愿意 天明镜可以借给瑶池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入夜 瑶池圣告知你 要你护送天明镜去往瑶池圣地 瑶池有一处圣地能增强体质 到时你向希望母提一提 她自然会答应你 你没有反对 因为你现在也迫切地想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时你突然想起什么 老婆呀 据说这瑶池圣地可都是女弟子 你就不怕 不过瑶池淡淡开口 不怕 要是你做了什么坏事 废了就是 随后洛无情诱人的声音传来 你现在是打算去月光牙修炼呢 还是上床睡觉呢 这话让你瞬间精神抖擞 当然是选择上床睡觉 原来冷若冰霜的女弟也有柔情的一面 在离别的前一晚 静主动挑起夫妻之时 一日 众弟子见到你自由的感慨 祖师昨夜没在月光牙 定时又在哪里认真修炼 在洛无情玩味的目光下你开口 哪里哪里 我还需要更加努力才是 这时洛无情声音响起 大长老 将天明镜拿出来吧 闻言 大长老从储物袋中换出天明镜 接着一面古朴的铜镜出现在众人眼前 在此镜之下万物不可遁形 就在这时洛无情拉起你的手 随后在你手心中刻画下一道阵子 天明镜上有大地之威 别人无法抢驳 由此阵法你便可以操控天明镜 做完这一切 洛无情便让你随摇池圣女去摇池圣女 只见摇池圣女手中闪过一道微光 一辆天马宝教出现在众人眼前 同时还邀请你一起共乘天马宝教 看着这宝教你不由的陷入沉思 这空间是不是有点太举措 随后你摇了摇头婉拒 多谢圣女好意 我还是不进这宝教了 这是一旁的洛无情催动起灵力 忽得虚空中浮现一只蓝白色的鸟形妖兽 接着洛无情开口介绍 灵语却为六阶妖兽 相当于圣皇进的修饰 便由她带你前往摇池圣女 或许是在你身上感受到洛无情的气息 灵语却对你极为亲近 见状你便呈上灵语却向洛无情告诉你 老婆我速去速回 说起来这还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 第一次离开天魔教 整个天玄世界分为三重天 每重天又分为三灵语 而天灵语处在二重天 素来以正道和魔道二分天下 而摇池圣女则一直保持中立太 这时摇池圣女提醒你此行 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既然如此你也不浪费时间 拿出魂元珠便进入修炼状态 而在宝教内的摇池圣女却一脸一脸 这高空之中何来如此浓郁的灵气 摇池圣女带着一火掀开脸 接着便被你震惊到了 明天明明只是通灵境修饰 为何会有如此庞大的灵气 系统提示声也是照常响起 奖励乐道精通 不过你并没有在影响 而是继续运转灵力修炼 经过数天时间积攒的灵气 终于是在今天一口气突破两个小境界 经过一天一夜奔波 你终于到达摇池圣女 这是一位女弟子向圣女询问你身份 在圣女介绍你的同时 在场的女弟子都眼带桃花的看着 这就是那位传奇祖师 没想到祖师这么年轻帅气 圣女略带惊讶的眼神看着 没想到祖师魅力这么大 也就一般般吧 你心里十分清楚肯定是神魅体制搞的 一旁的苏醒圣子此时脸色阴沉无比 方才姚却仙子还和自己有说有笑 结果下一秒就一脸花痴的看向别人 这让苏醒十分不爽 就在苏醒想要出来找你麻烦时 却被摇池圣女打断 明天祖师请随我来 我带你去见西王母 她明明是天生狐妖绝妹体制 却也抵挡不住眼前这个男人的魅力 就在刚才 明天随着圣女来到了摇池圣地内 一进入就感受到仙月鸟鸟 仙气缭绕的氛围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不知传奇祖师对我这摇池宫感觉如何 紧接着一道紫色身影凭空出现在大殿内 唯有大地强者才能破碎蓄坑 看来她就是西王母了 同时明天抱拳道 见过西王母 随后西王母缓缓解下面杀 我一开始还以为女帝疯了 同时目光上下打量着明天 眼下一瞧 女帝的夫君果然不错了 这让明天有些惊讶 原先还以为西王母是个老太太 故想竟如此年轻 只是为何自己心跳不自觉加快 这时系统声在脑海中响起 原来西王母乃是狐妖绝妹体制 全力运转神魅体制便能化解 文言 明天全力运转起神魅体制 顿时感觉整个人轻松多了 不过这却让西王母产生了一丝好奇 要知自己的绝妹体制 就算天尊静也不见得能解 她才从明镜竟然就破解了 对此明天冷哼一声 我代表的可是天魔教 西王母此番试探是何意 见明天有些不满 西王母也没有端着架子 微微居身向明天道歉 请传起祖师见谅 是我草率了 见此明天也不过多纠结 而是询问起西王母 要我天魔教天明镜有何用 随后便被西王母带到 姚翅宫的后山 接着向在场的长老介绍 这位是天魔教的明天祖师 此次专为护送天明镜而来 不过明天却注意到 眼前通体漆黑的石子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西王母似乎是察觉你的意义 祖师不必担心 这只是我们弟子修炼时 不小心污染了这里的水 因此借跪教天明镜一用 这让明天一乐 就连西王母你也无法处理干净 面对你的疑问西王母轻笑一声 我虽是神地记 但对于如何处理这种东西一窍不通 对此明天显然是不幸的 西王母肯定是有什么瞒着自己 不过自己只要完成任务拿走报仇就行 随后通过手心刻画的阵法祭出天明镜 不过西王母却有些担忧 这天明镜是先气 祖师只是通灵镜 能完全发挥他的威力吗 面对众人的质疑明天咧嘴一笑 你们太小小老婆和我了 同时你体内的199条雷结灵脉运运转起来 眼前这一幕却是将众人震惊到了 没想到传奇祖师竟然拥有了灵脉 同时还有199条雷结灵脉 这时系统提示声响起 获得奖励 强迫剑皮卡 在明天的催动下 天明镜爆发出一阵金光 这时明天注意到池中散发出一缕缕飞气 看来这黑气应该就是西王母隐藏的秘密 旋即便全力催动起天明镜 煞时间 飞气已然完全消失 露出原本清澈的水面 只是在收回天明镜的瞬间 明天顿时有种大战了三天三夜的虚脱感 好在一旁的圣女及时出现扶住了明天 见状西王母便让圣女扶你去休息 待会我再来好好感谢祖师 同时向众长老下令 没有自己的允许任何人不许靠近先持 只是在众人离开后 时中竟燃起黑色烈焰形成一道阵 此时宁天正盘膝而坐 恢复着消耗的灵气 看来这仙气真的是西灵气大户啊 不过还在自己修炼了天神怒 灵气恢复起来比常人快得多 这是门外护法的圣女一脸担忧的 祖师你不是灵气耗尽了吗 现在起来恐怕 正活动身体的宁天悠悠开口 没事 恢复的差不多了 闻言 圣女内心一震 这么快 明明刚才还一副游进灯窟的模样 不出意外的震惊到了圣女 获得奖励 灵气修为加三百 这时一道倩影出现在门口 姚西 随便说男人快可不好 见来人是西王母 姚西连忙低头行李 再度抬头去发现 西王母整个人已然挂在了宁天身上 眼前这个千娇百妹的女子竟要包养我 还询问我她和洛无情谁更连 原来在刚刚 明天询问起仙灵权的事 并且表示自己能否体验一份 闻言 西王母并没有拒绝 姚池一向知恩图报 仙丹两个月后我会亲自送往天魔教 至于仙灵权 只需祖师回答我一个问题 随后一脸魅意的妄想 我和洛无情谁更美 话落 明天想都没想就回答 这还要想 西王母虽美 但肯定是自家老婆最小 话未说完 只见西王母轻轻一甩手 明天便化作一道流星消失不见 一旁的姚池圣女还想说什么事 西王母哼了一声 放心 她伤不了 只是换种方式送她去仙灵权而已 仙灵权乃是姚池宝地 其瀑布中蕴含了极为浓郁的灵气 可以达到吸水 增强体质的功效 但有一点极为奇特 仙灵权的灵气都蕴含在瀑布中 一旦落入痰面就会变成普通的事 因此只能坐在瀑布之下修炼 但灵权瀑布自天而来 冲击力不可小觑 若是承受不住 可是会暴体而亡 而此时姚雀正带着苏醒圣子 前往仙灵权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仙灵权 男性直播 看清来人姚雀联盟行礼 清灵长老 这位是天穷圣地的圣子 来仙灵权修炼 已经得到了圣主的许可 闻言 清灵长老挥了挥手中的馆杖 既然有圣主许可 那便进去吧 而在仙灵权那一群女弟子 正在圈内吸闹 突然听到有男子的声音 一个个皆是用灵气包裹自己 然后高鹤 有老色批 见状一旁的姚雀连忙出来解释 等等 大家快注视 苏醒圣子已经获得 希望母许可前来仙灵权修炼 闻言 女弟子们才缓和下来 但目光依旧充满戒备 谁让她眼神这么唯独 一旁的苏醒心中却十分不爽 我堂堂天穷圣子 看你们吉言怎么了 就在这时天空之中传来一道声响 快闪开 定睛一看 来人正是宁天 下一门 哼的意思 明天直直落入仙灵权中 安然落地的明天不由的堵 见鬼了 怎么每个女人都喜欢这样 这时身旁的女弟子终于看清来人 这不是传奇祖师吗 闻言 女弟子们一个个眼冒桃花的扑了上来 祖师 让我帮你搓背吧 这是一道天尊敬强者气息直逼明天而来 是谁 胆敢擅闯仙灵权 这时摇齿圣女匆匆的 清灵长老且慢 她是天魔教的传奇祖师 是圣主许可进入这仙灵权的 想到前段时间的事情后 清灵长老恭敬的向明天行礼 不知是祖师大驾光临 多有得罪了 见状明天连忙摆了白身 无妨 不碍事 一旁的苏醒却极度的牙痒痒 凭什么 好歹自己也是天穷圣主 未来掌管天穷圣地的存在 竟然都无数了 就在清灵长老带着你们来到灵权部故事 苏醒却如跳梁小丑一般向你挺心 既然是修炼 不如咱们比比谁能坚持的更久 而一旁的姚池圣女劝警 这仙灵步步力达万局 这种鄙视完全没有必要接受 不过宁天却毫不在意 放心吧 我就和他比一步 随后苏醒一马当先 跳入仙灵步步之中 一群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只是仅仅半个时辰后 苏醒衣物便炸裂开来 同时一口鲜血吐出 见到这一幕宁天忍不住调侃 小老弟 你不太行吗 听到此话苏醒不由的气急败玩 你少笑 区区通灵境 你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是吗 那就看看同为男人 谁更持久 姚池圣主竟在我修炼时调戏 还在我面前吹起了笑 原来在刚刚 轮到宁天进入仙灵瀑布 玄机宁天便盘坐在仙灵瀑布中 运转天神路 起初这灵泉水 只是像小石子落在身上一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冲击力竟如一座座大山压下来一板 宁天身上的衣物更是炸裂开来 见状 苏醒连忙开口嘲笑 看吧 我就知道他也不行 却不想在场的女弟子 都被宁天的八块腹肌吸引 纷纷直呼性感 想要摸一把 这让苏醒憋屈不已 难道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在这时 宁天身上突然浮现一道庞大的灵气 紧接着199条围结灵脉浮现 不断地向着仙灵瀑布直冲而去 而处在瀑布中的宁天却发现 灵犬的灵气之中似乎蕴含着一种道运 那正是月道 这让明天灵光一省 既然有三千大道 那为何不能有三千灵脉呢 若是将每种道开辟一种灵脉 那岂不是无敌 说吧 只见庞大的灵海之中 竟浮现数条新的灵脉 现到这一幕 摇池圣女不由地捂住小嘴 常人光是抵挡仙灵瀑布都来不及 他竟然在开辟阴龙灵脉 一旁的苏醒被打击的一口鲜血喷出 道心已然出现裂缝 他竟然在开辟灵脉 然而明天刚刚凝聚的数十条灵脉 在这一刻竟然全部破锁 这让明天眉头微微皱起 虽然刚才凝聚了数十条灵脉 但比起雷龙灵脉来实在是太薄弱 这时明天想起自己领悟的月道精通 或许能助自己凝聚灵脉 旋即看向仙灵拳外 开口向摇池圣女接一张鼓针 虽然摇池圣女不明白你的用语 但还是取出一张鼓针 接到鼓针的明天毫不犹豫地演奏起来 然后传出一阵婉转低沉的琴音 优美的琴音让在场的人心中一阵 没想到祖师的月道造诣竟然如此之高 鼓针歇悦传遍了整个摇池圣地 听到琴音的西王母心中一阵 摇池圣地中谁月道造诣竟然如此之高 玄机招呼一众长老前往声音来源 此时通过弹奏鼓针 明天虽开辟出了更强的灵脉 但总觉得还是差了点什么 这时一道粉色倩影出现在你面前 竟然一边脆体一边开辟灵脉 祖师弟弟要不要姐姐来帮帮你 闻言 明天便打算拒绝 强身脆体本就是一个人的事 就不劳烦西王母 话未说完便被西王母打乱 别这么快拒绝了 你开辟的月道灵脉是不是还差了点什么 随后西王母取出一只箫 轻轻的吹奏起来 这一刻箫声与鼓针之声完美融合 周围的月道不断上升 同时明天体内传来震动 此刻凝聚出的月道灵脉 已然不逊于雷节龙脉 见状 西王母不禁感慨 本只是想帮她稍微提升一下 没想到她竟然真的成功了 而明天心中一喜 不错 足足凝聚了二十条月道灵脉 而且以你的举动震惊到了西王母 奖励技能卡风时电撤 可进行三次远距离位移 同时你也不忘向西王母道谢 谁料西王母竟凑了上来 武情悠悠 销声苍凉 简直就是相得一张 就像我们俩一样 你说是不是 望着眼前妩媚的身影 明天干大地摆了摆手 西王母 请您控制一下自己 西王母不再调戏自己 宁天便准备使用强迫剑体卡 继续锤炼肉身 不过在场的女弟子 不禁浮想宁天 都已经两个半试成了 祖师竟然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只是系统提示音让宁天脸色一点 使用强迫剑体卡 竟要消耗体内全部的灵气 这下不妙了 没了灵气就只能靠肉身 抵挡着瀑布的万军之列 他明明是高高在上的摇齿圣主 如今却对以为人夫的宁天动了心 原来在刚当宁天体内的灵气被抽空 因此只能靠肉身 硬扛仙灵瀑布的千军之列 然而以宁天如今的身体强度 也扛不了多久 姚池圣女一脸担忧地请示西王母 宁天祖师神色有益 要不要我们出手着她 不过西王母却对宁天有种盲目的自信 修道之人本就是与天地相靠 再等等看 话落便有一股狂暴的灵气 不断涌入宁天身体中 就在灵气回归身体的瞬间 宁天整个身体完成了蜕变 同时体内的灵气猛的上升一大几 境界已然到达了通灵境冷星 不得不说这趟旅程收获风策 增强了体质又开辟灵脉 如今再次突破境界 简直是三喜灵门 见到这一幕的姚池圣女 急中弟子一脸激动 祖师好棒 祖师突破了 忽然被打击得晕过去的苏醒终于醒了 并且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宁天 她是不是已经不行了 不过在场的女弟子没有给她留四毫几年 祖师坚持了足足五个时辰 这让苏醒内心想起了晴天霹雳 下一刻露出疯癫的表情 这不可能 你们骗我 随后一脸疯膜的跑了出去 嘴里还喃喃着 我是苏醒圣子 我才是天下第一 见到这一幕的西王母没有丝毫同情 苏醒圣子到心已碎 恐怕是废了 派人送她回天穷圣地 这时一旁的女弟子突然惊呼一声 随后便捂住一只眼睛指向宁天 祖师她没有穿衣服 原来宁天在刚刚淬炼肉体时 产生的冲击力将衣物都震碎 看着周围的众女都是红了脸 此时的宁天简直是尴尬不如 西王母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 不得不说 洛无情那个女人真是好福分的 就在这时候 仙灵泉内一阵强大的力气冲天而起 这让瑶池圣女一脸差异 这原本毫无灵气的仙灵泉 为何会在此时爆发如此强大的灵气 不过西王母却看出了端倪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我们这位宁天祖师的节奏 原来是刚才宁天进行了灵气替换 一进一出尖令这潭水产生了生机 并且沾染上了雷结灵气和仙月灵气 如今这泉水里充满了灵气 若是在这仙灵泉内修炼 定能让众弟子们提升实力 很快众多女弟子们都是进入到了仙灵泉之中 看着眼前的风景 宁天不由地陷入遐想 这些灵气是自己身上替换的 四舍五入下 他们岂不是在用我的洗澡水修炼 这时传来一道道惊喜之声 原来不少女弟子在仙灵泉的沐浴下突破了惊喜 随后突破的女弟子们来到宁天身边柔肩擦背 以表示感激之情 下一刻脑海里传来系统声将宁天惊喜 原来众多女弟子也产生了信仰能量 并且能量储存也达到了脑汁 回过神的宁天一跃便离开了是非之地 自己再待下去怕不是要被榨干 从储物界中取出一件衣物后 便向西王母告辞 不过西王母却挽留了你 天灵欲晚上妖兽横行 不如祖师在我摇池圣地住一晚 宁天想了想妖兽横行确实也麻烦 明早出发也不迟 摆了摆手便离开此地 望着宁天的背影 西王母不由的妩媚一笑 宁天哪宁天 我对你真的越来越有兴趣 一日一早 宁天便准备返程天魔教 不过西王母再次挽留宁天 祖师真不再多住几日吗 我这些摇池弟子可都对祖师你依依不舍 闻言宁天连忙摆了摆手 圣主好意心灵了 出来多日我老婆一定很想我 就不多留了 心中却暗暗吐槽 这样下去我怕吃不消了 要知道昨晚可是有不少女弟子 徘徊在自己房间附近 所以说男孩子独自在外 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随后便召唤出凌羽雀向众人告辞 然而这趟龟城并不是这么顺利 在路途之中宁天竟受到了 神地镜强者的袭击 来了来了 在我遭遇地镜强者埋伏时 女弟和西王母镜同时出现在我身前 原来在刚刚 宁天发现竟然有地镜强者在埋伏自己 在电光火石之间 宁天毫不犹豫地使用风驰电车卡 瞬间宁天和林玉却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不见 这让埋伏于此的隐魔老人 和天穷圣主微微一正 天穷圣主脸色难看无比 刚才那一招他可是全力出手 竟然没将那臭小子抹杀掉 隐魔老人皱了皱眉 定是那小子身上有什么保密之物 不过以他的实力也逃不了多远 随后二人寻着宁天留下的气息 猛然充去 而另一边 宁天借助着风驰电车卡 以逃顿到数万米之远 然而宁天神情依旧无比严重 风驰电车卡的使用次数还剩两次 而且小灵只是圣皇进妖兽 飞行速度远不如神帝境 被追上也只是时间问题 果不其然 下一刻一股神帝威压将宁天笼罩 只见一道沟楼的身影出现在宁天身前 同时天穷圣主也将退路拦截 小子 休要怪我 你费了我两任圣子 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 随后天穷圣主猛的抬起手 在神帝威压之下 宁天全身无法动态 只能硬生生扛下这一击 不过好在宁天的肉身已经淬炼过 勉强扛住了这一击 趁着二人以为击杀自己放松警惕之时 宁天已借助砸在地上掀起的灰尘顿子 此时能多拖一秒钟自己存活几率就越大 望着地上空无一物的大坑 二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中闪过一抹震惊 那小子竟然还没有死 而逃顿出来的宁天同时收到了系统提示 以震惊了隐魔老人和天穷圣主 奖励妙手回春丹一枚 剑道是能恢复伤势的丹药 宁天毫不犹豫地取出佛下 毕竟在刚才那一击下体内已经出现了诸多内伤 同时借助技能塔再次向永方顿去 然而数分钟之后 宁天还是被堵在了一处人际罕见的深山之上 臭小子 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你要怎样逃 既然怎么都要死 至少也要刮下你的一层体 化落宁天便启动存储的信仰能量 瞬间一道金光自宁天体内暴射出来 顷刻间轰向天穷圣主 金光之快就连天穷圣主也无法闪避 在这一击下天穷圣主的手臂已然不翼而飞 另一边的隐魔老人也没闲着 只见其技术绝绝血影鬼找轰向宁天 此时底牌用尽的宁天已无力抵挡这一击 却不想小灵一个翻身将宁天甩至身后 而直面递进攻击的灵雨却瞬间便被冥灭 小子 你运气真好 竟然有一头忠心护主的处手 但如今没有任何人能保护你 此时的明天愤怒不已 我要你们死 我一定要你们死 闻言二人露出嘲弄的神情 就凭你 忽然一道饱含杀意的声音响彻天地 他说你们死 你们自然要死 瞬间二人脸色一变 快杀了那小子 不然洛无情就要通过空间转移振服过来 然而一阵销声响起 隐魔老人和天穷圣主直接被困在了原地 来人正是西王墓 堂堂神帝境强者 竟然联手追杀一个通灵境弟子 真是老脸都不要了 顿时二人面露绝望之色 这下完了 洛无情和西王墓 两个都是最接近大地的存在 而此时洛无情已然降临在凝天身边 看着伤痕累累的凝天 洛无情内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你们真的该死 刹那间一股大地之威自洛无情身上席卷了出 然而这时明天却突然拦住了洛无情 与帝老伯是真的爱我 不仅将破镜的丹药给我服用 还以双修之法替我化解单独 原来就在刚刚 洛无情准备震杀影魔和天穷时 宁天却突然开口阻止了洛无情 因为此刻的宁天只想亲自送葬这两个人 并且就在刚刚 宁天的求生意志震惊了在场众人 获得了召唤大地虚影的资格 心念于此宁天毫不犹豫地召唤了大地虚影 刹那这一阵金光自宁天体内涌出 同时一道散发着恐怖威压的虚影浮现在天穷之上 一旁的洛无情美眸中闪过一抹担忧 上一次宁天也是召唤出大地虚影 但事后身体也遭到了严重的反噬 而直面大地威压的影魔和天穷面色惨了 他不是通灵镜吗 为什么能召唤大地虚影 然而宁天并未回应 只是眼神淡漠地望着二人 下一刻操控着大地虚影朝二人探出手 煞奈间天地风雷永恳 形成阵阵天雷向二人落下 瞬间天雷便将天穷圣主吞噬 甚至连其神魂都在不断被冥灭 而以天穷为掩体的影魔老人 正头也不回地往远处逃窜 然而宁天并未给他逃窜的机会 只见宁天缓缓抬起手 那漫天的天雷净化作了盘旋的巨龙 巨龙自天穷之上朝着影魔老人俯冲而来 伴随着惨叫声响起 影魔老人的气息越来越弱 红为大地的洛无情和西王母 也是被这一招的威力所惊 却不料这是有三道血系向着三个方向逃遁 而每一道血系中都蕴藏着影魔老人的神魂 只要逃出便有机会活下去 剑状落无情和西王母同时出手 抬手间便覆灭了两道血系 最后一道影魔残魂只有一个想法 好 以后再也不出现在天魔祖师面前 不过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只见宁天对着其轻轻抑制 天雷就将最后一道血系吞噬殆尽 此时的宁天已经摇摇欲坠 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 因为还有一件事没准 只见宁天操控的大地虚影 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 随后轻轻捧起凌羽雀的尸海 用最后的力量将凌羽雀葬入山脉之中 见到这一幕的洛无情心中一人 能将恩基于心中的人 在修炼大道上向来走得很远 我就知道 我的男人肯定是这样的人 而历劫的宁天再次失去意识 在宁天即将倒地时 洛无情从背后环抱住宁天 都怪我 虽然有空间转移阵法 但终究还是来迟了 这时一旁的西王母出言 先将她放在石头上吧 我尝试一下能不能治疗她 紧接着西王母取出一只 专门用来治疗的玉校 随着销声的响起 宁天身上浮现出一道生机之光 同时宁天的伤势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然而西王母发现不对劲 外伤治愈的差不多了 但生命之乐 却无法融入她的身体中治愈内伤 文言洛无情眉头紧锁 同时下定决心 就算是踏遍三重天酒领域 我都要将你治好 这时西王母想到另一个办法 若是用许诺给你的摇齿鲜干治疗她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文言洛无情毫不犹豫地回答 给她服用 这让西王母一愣 再等两个月摇齿鲜丹就能成熟 届时你服用可能有机会突破神迹 不过洛无情摇了摇头 我不会用她的生命去的 玄机二人带着宁天返回了摇齿圣地 说来也奇怪 这家伙受了这么重的伤 体内的灵海和灵脉却完好无损 只要这两样还在 摇齿鲜丹就能治好她 说罢便将鲜丹溶于水中 随着药效的入体 宁天身体竟散发出振振炽热的气息 原来为成熟的摇齿鲜丹蕴含着欲望之毒 需要人去引导其化解单独 而在场的就只有洛无情和西王母 果然关键时刻还是女的老婆靠得住 在我受单独入体时亲身帮我排毒 原来为成熟的摇齿鲜丹附带着欲望之毒 而身为宁天妻子的洛无情正好能解 看着脸色红润的洛无情 西王母不由地打去的 你若是不愿我也不介意代替 听到这话若无情顿时粗意上导 无需西王母费神 你们赶紧出去吧 待西王母离开后 若无情深吸一口气缓解内心的紧张 真是便宜你这个家伙 说罢便缓缓解开衣裙 毕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 不知过了多久 宁天突然从床上睁开了眼睛 自己刚刚好像做了一个很真实的猫 只是脑海里的记忆片段和快要散架的药 都在告诉自己刚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老婆为了救我竟然将摇齿鲜丹让给我服用了 还替我排除了单独 这时明天发现体内还有一股庞大的药力 原来摇齿仙丹大部分的药力还沉淀在自己体内 若是吸收了这股药力 自己说不定能突破一个大境界 而在房间外西王母有些担忧 神帝静陨落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天灵域 正道门派恐怕会坐不住了 不过洛无情霸气回应 感动我的人 本就是他们找死 至于正道那帮家伙我会亲自对我 看到如此护肤的洛无情 西王母美眸闪过一丝细血 没想到堂堂女帝竟然如此护肤 不过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要借我的衣服穿 此话让洛无情小脸染上一抹红玉 总不能说自己的衣服都被那家伙撕碎了 不过这时自房间内散发出一股庞大的灵力 洛无情 你夫君身体也太好了 当大战完又开始修炼起来 被灵气笼罩的宁天气势节节攀升 没有丝毫阻碍地突破至帝王境界 不愧是摇齿仙丹 就算是位完全成熟 竟然也令我直接突破了一整个大境界 感觉到宁天气息稳定后 洛无情和西王母联盟来到房间内 最为震惊的就是西王母了 你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帝王境 而洛无情就见怪不怪了 毕竟宁天让他震惊的是多了去 而且他吸收了摇齿仙丹大部分的药物 境界突破也不奇怪 看着洛无情这身与平常不同的着装 宁天眼中闪过一抹惊叶 老婆 你今天这身太美了 听到夸奖的洛无情内心虽然雀愈 但却没有表现出来 少平嘴 你个身体怎么样了 文言明天立马蹦了起来 放心吧 已经完全恢复了 我感觉我现在精力充沛 随后环抱起落无情 这一切都得谢谢老婆 当然西王母的救命之恩我也宁静于心 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宁祖师记得常来我摇齿圣地就好 毕竟我摇齿弟子可是很欢迎祖师 就在宁天想回答没问题时 背后却传来刺骨的含义 于是连忙拒绝 多谢西王母的好意不过还是算了 另一边天魔教内 长老们都是焦急无比 祖师可是我天魔教的王 万万不能有事啊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落在天魔教内 落下之人正是落无情 同时还有紧紧贴在落无情身上的宁天 眼见到达天魔教 宁天只能恋恋不舍地松开手 不愧是神地井 不到半个时辰就回到天魔教 就在这时一众长老一拥而上 祖师 你没事可太好了 然而在众人庆祝宁天回归之时 一道浑身鲜血的弟子突然上前来 女帝 祖师 天风城被涂了 怒了怒了 宁天和女帝此刻内心都闪过一抹杀意 身为正道的御兽门竟然将天风城屠戮一空 一开始守城的弟子们还以为是阴风山脉的妖兽暴动 见此次兽朝规模庞大 李长德还想吩咐田三前去城内支援 掩护城中百姓逃离 然而下一刻一只巨大妖兽拦在他们面前 妖兽手中还抓着一名天魔教弟子 而妖兽背上竟然还坐着一个人 此人正是正道蒙御兽门的天才御兽失业了 只见其毫不掩饰心中的杀意 今日天风城的所有人都得死 说罢便操控着妖兽朝二人戏去 面对妖兽凶猛的攻势 田三无力抵抗 账面便被轰飞到城墙上晕死过去 剑状李长德怒意更胜了 御兽门 你们算什么正道 竟然控制阴风山脉妖兽暴动 就连天风城内的普通百姓也不放了 文言夜冷神情冷漠 一些废物而已 成不了我御兽门的新鲜血液 杀了便杀了 见到这一幕的陶师妹一脸悲凉 师兄你不要管我 这些自诩为正道之人就是一群小人 你赶紧回天魔教 祖师会为我们报仇的 文言夜冷嘻笑一声 你说那个传奇祖师 不过是个只会依靠女人的废物祖师罢 下一刻毫不怜香惜玉的带走了陶师妹的性命 随后将陶师妹的尸体一扔 若是她敢出现在我眼前 我会让她死得比你们痛苦千百倍 抱着师妹的李长德眼神冰冷 死死的瞪着夜冷 你会知道祖师的恐怖的 她不会放过你的 文言夜冷重重冷哼一声 我正到做事 轮不到你们天魔教指着点点 事后夜冷还吩咐其他人 将他们的尸体挂在城门上 以此来激怒天魔教众人 在田三醒来后 天风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甚至常德师兄的尸体都被挂在城门之上 说完一切的田三在无力支撑 整个人晕死过去了 见状大长老连忙将其搀扶住 快去取疗伤丹药 他伤得很重必须立马就止 这时明天站了出来 我能救他 文言大长老有些迟疑 祖师 虽然宁在修炼上造一颇深 但这救人若是没有一定的医术恐怕 见众人迟疑 宁天调动体内的月道灵脉 虽说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 但是这点小伤我还是可以的 对你深信不疑的陆无情 直接吩咐大长老将人放在地上 直接宁天深吸一口气 全力运转体内的二十条月道灵脉 接着身前凭空出现一个 由月道灵气构成的骨征 随着宁天轻轻拨动灵气所化的骨征 一阵阵生命气息不断涌出 缓缓地治疗着田三的伤势 看到这一幕的洛无情有些惊恶 仅凭那日系王母留下的治疗之月运道就学会了 更为震惊的便是其他长老 祖师不是被追杀吗 何时学会这个了 此番震惊众人的举动也是获得了奖励 闪转藤魔 一门身法与袭杀手段相结合的武学 在治疗之月的滋养之下 田三很快就醒来了 而醒来田三第一件事 便是跪在众人身前 只见其双眼血红脸上压抑不住的恨你 祖师 女帝大人 求你们为我们报仇 了解事情经过的大长老自然是不能忍 玉兽门简直欺人太甚 真当我们天魔教无人能治他们吗 说罢便向女帝请您 老夫现在就带人去灭了玉兽门 且慢 这时宁天拦住了大长老 想灭玉兽门怕是没这么容易 玉兽门属于正道盟 正道盟盟主实力不弱于女帝 若是我们贸然前去玉兽门 对方肯定会出手 双方僵持之下 玉兽门压根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文言众长老都是死死的咬着牙 那怎么办 难不成这仇不报了不成 不 这仇必须报 只是换种方式 我们也让同辈弟子去历练 这样就算杀光了整个玉兽门的弟子 正道盟也不会多说半句 文言大长老有些迟疑 眼下教内弟子最高也就帝王静 恐怕不是那夜冷的对手 我来吧 敢杀我的信徒 狗屁的正老 真是活腻了 来了来了 明天仅凭一人之力 就将玉兽门众人拦截 原来不久前 明天主动请鹰钱去灭杀玉兽门一心愿 了解你性格的洛无情 对于你的决定毫不意外 既然如此你便去吧 但这却让一众长老担忧起来了 要知道那夜冷早在一年前就突破了帝王境 现在恐怕又有精进了 如今明天在众人心中的地位 已经不亚于女帝 若是让祖师贸然前去恐有危险了 咱们天魔教可不能失去祖师啊 不过洛无情十分信任你 相信他吧 这么说了 我等也应该相信祖师才是 老夫现在就去安排弟子陪同 消息传出不久后便有数百名精英弟子前来 与帝大人 弟子请命随祖师一同前去天封城 为同门师兄弟报仇 见众多弟子请命跟随 明天也没有拒绝 天魔教弟子的血不能白流 话落众弟子的战役更加激昂起来 对 咱们天魔教弟子的血不能白流 见弟子们如此大长老也不甘示录 既然你们有如此忠烈之心 老夫必定全力相助 随后大长老掐起法掘打出一道灵气 紧接着一匹浑身燃烧着烈焰的骏马 出现在众人眼前 祖师 这是二阶妖兽烈焰追风马 虽然他站立不行 但速度极快 只需半日便能送你们到天封城 见状明天纵身一跃 骑上了烈焰追风马 诸位随我去天封城 令那些恶徒血债血肠 很快宁天一行人 便来到了阴风山脉的外门 在往前数十里就将抵达天封城 就在这时 宁天注意到前方地面上留有足迹 不仅有着妖兽的足迹 还混杂着不少人类的脚印和血迹 想来应该是玉兽门留下的 同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血腥味 十有八九十天封城那边飘散来 这时周围传来阵阵思鸣声 这些妖兽正是被血腥味吸引过来 见周围的妖兽越来越多 一名弟子站了出来 祖师 你带着众师弟们先走 我来抵挡这些妖兽 不过在此之前宁天已经一步踏出 只是一些一阶妖兽而已 正好拿他们试试新的武学 接着运转越道灵脉形成一把灵气鼓针 随着宁天拨动琴弦 那一阵阵鼓针之音 竟是化作无形的刀刃一般 刹那间眼前的妖兽 便被切割成无数片 这让一众弟子们瞪大了眼睛 祖师的琴不仅能救人 还能杀人 随着宁天轻轻一挥手 灵气消散 鼓针之音落下 只剩下一地的妖兽碎片 同时脑海里响起戏腾音 奖励灵气修为一百 数分钟后 众人来到了天风城外 看着眼前的一幕 众人眼中都充满了愤怒 只有宁天始终沉默 没人能看清他的表情 这是一张纸团掉了出来 纸件上面写着 希望回去以后 可以和祖师一起在月光牙修炼 祖师真的牛 玄机宁天下令 先去将城内的妖兽都杀了 就像活着的人 至于天魔教弟子的尸体 都找好 晚些我带他们回家 玉兽门那些人都交给我来处理 随后宁天沿着玉兽门 留下的足迹追赶上去 而另一边玉兽门弟子 都围在火堆旁 其中一名弟子拍起了马屁 那天魔教弟子 还说传奇祖师会来报仇 真是可笑 叶师兄岂是内抗女人 吃饭的小白脸能比的 闻言叶冷淡淡一笑 他要是赶来 我就会让他像那些废物一样 看着我恐惧求饶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风 将那火堆熄灭了 紧接着黑夜中一道身影 快速闪波 待众人回过神时 大半的玉兽门弟子 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这让叶冷心中一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己竟然什么也察觉不到 堂堂玉兽门的天才 也会害怕吗 宁天的突然出现 让叶冷忍不住后退了几 你是谁 取你性命的人 他虽是玉兽门的天之骄子 但在宁天眼里 不过是随手就能捏死的蝼蚁 在不久前 宁天追上了 玉兽门一行人 看着周身玉兽门弟子的尸体 饶是叶冷也被吓得冷汗直冒 但在感应出明天的气息 也就帝王静三心事 叶冷不屑一笑 不过是仗着乌云碧月 搞偷袭的贼鼠之辈 如今月光皎洁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下一刻叶冷体内 一阵强大的灵气爆发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向明天袭来 对此明天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谁说我只能按夜偷袭了 化落一道庞大的灵海 浮现在身后 同时那滔天的灵气席卷向四周 看到这一幕夜冷身形一顿 他明明只是帝王静 为何灵海比圣皇静强者还要恐怖 忽然夜冷耳边传来一道声音 战斗的时候可不要分神 在其反应过来之前 明天施展天魔教绝学天魔掌 魔器凝聚的剧长瞬间将夜冷轰飞 正面承受这一击的夜冷终于是反应过来 你是天魔教的传奇祖师明天 口吐鲜血的夜冷一脸震惊 你不是一个只会靠女人的小白脸吗 这是宁天脑海里响起戏腾声 奖励越道武学 玉兽之音 这奖励让宁天愣了一下 那玉兽门弟子战斗便是仰仗的妖兽 若是天赋异禀者 更是能做到以一敌史的效果 想到这里宁天嘴角微微掀起 但这一举动却让夜冷如惊弓之鸟一般连连后腿 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你即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听到此话夜冷露出绩效 自古正邪不两立 像天魔教这种魔道毒瘤 我们正到除魔未到 天经地义 文言宁天摇了摇头 你错了 是正是邪向来不由弱者制定 只有强者才能掌握真正的规则 而现在我比你强 你就该死 见状夜冷当即祭出自己的杀招 只见一个能收纳妖兽的高阶灵气出现在他手中 接着一道道大大小小的光团自灵气中冲出 眨眼之间光团变成一只只凶残妖兽 看着周围的妖兽宁天瞇了瞇眼 之前还疑惑妖兽乃去了 原来都藏在这里啊 接着宁天以乐道灵气幻化出乐器 随着宁天轻轻拨起琴弦 鼓争之声响彻了整个森林 而眼冒鸿芒的狂暴妖兽在听到鼓争之声的那一刻 眼中的鸿芒瞬间消散 并且皆是平静了下来 这让夜冷内心产生了一丝不妙 这家伙竟然会御兽之音 而且功力好似在我之上 你的御兽之道太差了 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御兽 这话直接让夜冷破防 你算什么东西 我的御兽知道除了师父没人可以超越 那我就替你师父教一下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只见宁天轻轻拨动琴弦 煞奈间周围的妖兽向着夜冷围了上来 此刻妖兽已经完全脱离夜冷的操控 你们想干什么 而失去引以为傲的御兽手段后 夜冷完全无力阻挡妖兽的围攻 你baby 有本事和我公平战斗 文言宁天缓缓起身 baby 我只不过是一眼还眼罢了 接着宁天换出赤销剑 不久前你御兽屠杀天风城的时候 可想不会有今日 玄机一件刺向夜冷的胸膛 这一件是替天风城的百姓给 紧接着又是一件 这件事替我天魔教弟子刺 此刻的夜冷不断惨叫 杀了我吧 求求你杀了我吧 然而宁天神色没有丝毫波动 你猎杀我天魔教弟子的时候 可曾想过给他们一个痛快 这是你的代价 也是你的命 而另一边 天魔教弟子正在埋葬天风城内的尸首 就在这时宁天突然出现在众弟子身后 都处理好了吗 在众弟子看清宁天的身影后 瞳孔猛的一所 那不可一世的夜冷 竟如死狗一般被宁天提在手上 他明明是守护古墓的蛇系美人 如今却对我动手动脚起来 就在不久前 宁天将玉兽门夜冷抓了回来 我特意留这家伙一条命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文言众人眼中闪过一亩杀意 天风城的各位 我这就为你们百倍千倍的讨回来 这一颗夜冷的内心是崩溃的 你们不要过来啊 在数分钟之后 宁天来到天风城门之上 以同样的手法将夜冷悬挂在了城门之上 这时一人来到宁天跟前 祖师 方才你就是去解决夜冷的吗 刚刚心情不太好 就随便散了个步 顺便杀了一群人 这话让身后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祖师一个人就将玉兽门团灭了 而且还毫发无损 这时脑海中响起一道系统声 奖励灵气修为五千 顿时宁天感觉到一股庞大的灵气涌入体内 同时修为也突破至帝王静四星 看见这一幕众人眼中都炽热起来 不愧是祖师 常人刚战斗完多少都会有些灵力不尽 但祖师竟然还能突破境界 见事情都处理完了 宁天淡淡开口 我们回天魔教吧 然而这时从阴风山脉中传来了一阵震战的声音 怎么回事 地震了吗 看着阴风山脉中的动静 宁天眉头一皱 不对 这动静是寿巢 看来那夜冷只是利用了阴风山脉的妖兽 而这寿巢恐怕另有缘有 长生 你随我前去探查一番 其余弟子原地待命 这时李长生给你讲起阴风山脉的剑本 一般兽巢都是夜晚才会出现 但这阴风山脉的妖兽却是不分昼夜 而这时一群妖兽出现在二人面前 见兽巢数量如此庞大 李长生有了退役 祖师 就凭咱们要杀光他们实在是有些多大 不过宁天反手掏出了灵气骨争 将眼前的妖兽控制住 这将一旁的李长生看待了 先是剑道和跃道 如今又有玉兽之道 祖师这是真的要集齐三千大道吗 紧接着宁天像一只虎形妖兽勾勒勾手 你们为什么要从阴风山脉跑出来 闻言白玄虎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发出乌夜之声 看到这一幕宁天心中了然 看来在山脉深处有着隐秘 随后再度下令 带我去这阴风山脉里面 看看让你们如此害怕的东西 不久之后二人一邀来到一处山崖边上 而山崖之下的景象却让宁天一惊 直接那里有着一座灵木 中间还有一口漆黑的棺木 下一刻一道璀璨的光柱自灵木内部流出 天降一想 必有重宝 见状宁天便想下去探查一番 长生 我下去看看 你在这里等我 紧接着轻轻一跃往山崖下方靠去 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突然袭来 好在宁天时刻警惕着四周 轻松的便躲开这一击 待看清来人之后宁天心中一惊 袭来之人竟然是一只人手舌身的妖兽 只见其眼神打量着宁天 没想到第一个来的 竟然是个这么俊俏的小哥哥 感受对面散发的气息 宁天心中一沉 这起码是一只七阶的妖兽 而七阶妖兽对应的是天尊敬强者 自己的御兽之音不知能否对其奏效 心念与此 宁天便对其施展御兽之音 然而他只是微微一抬手 就将御兽之音轻松化解 刚见面就动手动脚 奴家还没准备好了 眼见不是对手 宁天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脱身之腹 不过下一刻 谁要那修长的尾巴向着宁天传来 奴家守了这灵木二十年 如今一出世就遇见了小哥哥 既然我们这么永远 就让奴家好好疼爱你 冷若冰霜的女帝 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甚至主动帮我排忧解难 原来在不久前 宁天遭到蛇妖缠身 在危急时刻 突然一道威压将二人分开 而出手之人正是洛无情 原来洛无情在天魔教 便感应到灵木出世的气息 但又你安危于是先行一步来到这里 见到这一幕的蛇妖 吐了吐蛇性子 真可惜啊 没想到小哥哥已经是人夫了 区区七阶妖兽也敢猖狂 瞬间无尽的帝境威压 自洛无情身上释放 面对神帝境的洛无情 只是天尊实力的蛇妖毫无胜算 见情况不妙的蛇妖连忙逃回灵木之中 借助灵气结界保住了一条小命 能抵挡住神帝境的一击 看来这里至少是天尊级别的灵木 话音刚落又有一群人 被灵木动静吸引来 不愧是女帝 果然见多失果 来人正是东兴国国主 此处虽归属于天魔教 但同时与东兴国边境相邻 它会出现在此处也是理所应当 随后洛无情眼色淡然的望向国主 不知灵国主有何贵感 文言灵国主笑了笑 自然是为了合作而来 这座天尊灵木虽不及大地灵木 但也能吸引天灵玉跟文革派前来 时日后结界消散灵木开启之日 我们的人一起进入天尊灵木 届时只需要天魔教帮我找一屋 其他所有宝物都归天魔教 文言洛无情眯了眯眼 所谓何物 惊心绝结草 他对我儿的伤势有帮助 且这草执掌于绝阴之地 而这天尊灵木便是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 见状灵天心中不挤 灵国主手下人才众多 为何要与天魔教合作 命祖师有所不知 天灵域内有个不为成文的规定 若非大地灵木神地境强者 不可强行借礼 而我手下的弟子 肯定比不过其他地境势力弟子 文言灵天心中已经了然 灵木开启之日免不了明争暗斗 这老灯是想利用我天魔教吸引火力吧 心念于此明天摆了白手 我看你那儿子不就也罢 在我和老婆婚礼上没有礼数不说 那道心也像豆腐一样脆弱 我劝你还是重练个小号吧 说完我看向脸色发黑的灵国主 心想只要你发脾气 那就怪不得我们不配合 却不想他竟然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确实是小儿不懂事顶撞了女帝和祖师 我代表我儿校二位道歉 这倒是把明天整不会了 没想到他这么能忍 看来得另想个法子搪塞过去 这时洛无情看了你一眼玄机开口 不用道歉了 这合作我并无兴趣 文言灵国主心中一阵 女帝 这是为何 洛无情神情依旧诞然 火天魔教完全有这个实力 不需要与其他人合作 见状灵国主一甩袖子转身离开 洛无情 你不要厚 同时内心盘算起如何与正道谋合作 在众人离开后 洛无情面带笑意的妄想 其实你也不想与他们合作吧 只是怕我难做不想正面得罪他 以后想拒绝直说便是 你的身后有我 来到一处温泉边上 先前从山上跃下的时候 无意间瞄到这里有温泉 其实早在仙灵泉时 我就想和老婆你一起感受一下 如今也算是圆梦了 不知不觉洛无情脸上布满了红韵 我让你去仙灵泉是强身健体 不是让你想这些的 文言我轻轻搂住洛无情 老婆觉得为父如今还不够强健吗 这时洛无情想起了什么 那林爸说的没错 非大帝灵木神帝竟不得出手 是天灵欲默许的规定 所以灵木开启后我不能出手 届时我会派太上长老来辅助你 文言我点了点头 放心吧 微服定不会让天魔教屈居人后 看着柔情似水的老婆我突然伸出手 现在离灵木开启还有好几日呢 微服此刻有些饿了 老婆是不是要犒劳一下我呀 这时洛无情伸手环抱住我 那边让我看看你有多饿 他明明是性格清冷的圣物 但看我的眼神却与众不同 原来就在刚刚 那笼罩灵木的灵气结界终于破碎消散了 随着结界的消散 折腰压根没有一点反抗的机会 短短不过数分钟就被众人用灵气封印起来 诸位之妖兽暂且封印在此 等我们从天尊灵木中出来后再做定夺如何 这时天宝圣地的天宝道人开口 既然如此 咱们还是快快进灵木寻宝吧 扫尸四周摇池圣女不见明天的声音 清灵长老 这里是天魔教势力范围 我们要不要再等等 文言正道蒙的长老轻蔑一笑 魔道小人 定是知道我们正道蒙要来 所以当缩头乌龟了 话音刚落 云端之中传来一道声音 真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魔道自然有人来 不过来的却是你爷爷我 文言周围的人都议论起来 那个就是女帝的夫君 不仅一语震遂诸多圣子神子道心 还在神帝尽强者的追杀下逃了三次 摇池圣女美眸中也不禁闪着点点亮光 见状郑道蒙一派的人顿时感觉面子有点挂不住 一个帝王静的臭小子 竟敢嘲讽郑道蒙 老夫现在就好好教训 不过宁天毫不畏惧 毕竟天魔教太上长老就在自己身旁 果不其然太上长老站了出来 何弃宗是弃我教中无人吗 威风耍到天魔教来了 文言二人敢怒不敢言 毕竟天魔教太上长老的实力在他俩之上 这十一人走了出来 诸位一同来灵目探险莫伤了何弃才是 既然天魔教也来了 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随后摇池圣女过来给你介绍各方事业 那边是天保圣地的金保道人和天保圣子 灵澳圣子身边的是灵虚宗的虚影老人 接着又提醒道 郑道蒙的人素来心胸狭隘 刚才你在人前搏了他们面子 后面需要小心才是 多谢圣女关心 我没事的 其实宁天对于郑道蒙的人早有警惕 不久后众人来到了灵目的石门之前 这时郑道蒙的长老随手指向一人 你去推门 被点中的弟子心中一惊 这门后肯定有陷阱 但话未说完便被打断 那又怎么样 我记得你是补全门的吧 既然出来寻宝不付出可不行 话到这份上那名弟子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老东西就是要我当炮灰 要是拒绝将来他一定会报复 就在石门被推开的瞬间 一阵阴风从门缝中飘出 还不等那名弟子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到飞出去 不过瞬息整个人已然失去生机 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人都咽了咽口水 就在这时明天淡淡的开口 有笛声 话落当即就有人跳了出来 罚众取宠 在场的天尊强者都没听到笛声 就你听到了 这时姚池圣女站了出来 祖师说的没错 的确有笛声 而且是绝杀阴阵里的笛声 我曾在古籍上看到过 绝杀阴阵异常凶暴 一旦被触发除非闯路折死 或者阵内能量耗尽 不然绝不会停止攻击 绝杀阵法如此厉害 我们怎么才能破坏他顺利进入灵墓呢 诸位无需担心 我姚池有破阴之术 只是需要诸位为我提供灵气 随后姚池圣女深吸一口气望向灵天 祖师 我想请你与我合作师长破阴之术 我只是一首抚情 就让姚池圣女露出酒态 只因这情是姚池圣女的本命法宝 抚摸他就相当于抚摸姚池圣女的身子 原来在刚刚 姚池圣女提出由众人提供灵气来破除阵法 但正道蒙的人却提出质疑 谁知道灵墓里有什么危机 圣女现在要我们提供灵气 莫不是想提前消耗我们 若是想破阵 只要有人不断去消耗绝杀阴阵的能量 这阵法自然就不攻而破 文言宁天吃笑一声 亏你们正道蒙想的出拿人命当炮灰 正道蒙长老却不以为然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与其被没有实力的废物拖后腿 不如让他们造福一下大家 周围的小势力各个脸色难看 但始终不敢多言 我看你年纪一把 也活不了多久了 与其活着浪费粮食 不如去打头阵造福大家呗 文言摇齿圣女也是被逗笑了 不过还是站出来调解 无需争吵 破阵之术不需要那么多的灵力 只需劳烦正道蒙二位去开那师门 不过正道蒙的人还是养着不放 圣女要他与你同奏是不是太儿戏了些 据我所知 他只不过是个帝王进的低阶弟子 怎么可能会阅道 见有人送上来给自己打脸 明天自然不会客气 井底之蛙 你不会不代表别人不会 接着摇齿圣女让你伸出手 祖师 我现在便将破阴之月的心法传给你 此刻摇齿圣女心中小路乱条 上次先临全旁 祖师和细王母共奏一曲犹如天籁 我终于也等到这个机会 随着两人掌心向主 心法很快传输完毕 仅仅一分钟 明天便将破阴之月完全领悟 原来破阴之月是这样 圣女我们开始吧 周围的人也是不敢相信 真的假的 竟然在一分钟之内就领悟了破阴之符 这时摇齿圣女将自己的先乐鼓征取出 祖师若是没有趁手的乐器可以先用 文言明天也不多推辞 真不错呀 手感比我那灵气鼓径好多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得到一把乐道灵气就好了 同时不自觉轻浮起鼓征 但一旁的摇齿圣女却突然红着脸 焦躯微微颤抖起来 这让宁天一愣 圣女你这是 我没事 摇齿圣女摇了摇头让自己冷静下来 原来那乐器与摇齿圣女有神魂上的联系 如此抚摸鼓征 就好像宁天在抚摸她的身体一般 静下心的摇齿圣女连忙转移话题 祖师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 紧接着 各位天尊长老们开始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气 与此同时正道蒙的二人也将师门推开 祖师的乐道造诣已经如此之高了 同时宁天脑海响起系统音 获得奖励探保卡 随着摇齿圣女的加入 古征圣与狄生一弓一副凝聚成破音之乐 瞬间将眼前的黑气击散 同时石门后面的景象也露了出来 只见一座紫色的阵法正在运行 在破音之乐的不断冲击下 阵法的核心中是破碎开来 随着阵法核心背 那笼罩石门的绝杀阴阵也是消散开来 随后宁天将怀中的骨针递回给摇齿圣女 谢谢圣女你的骨针很好 手感挺舒服的 文言摇齿圣女脸上泛起一抹荣誉 不由自主地浮现自己被宁天抱在怀中的场景 不用谢 祖师满意就好 随后众人来到陵墓的内部 然而当众人看清四周后 心中皆是一惊 只见四周的石像眼中都闪烁鸿芒 一个个宛若复活了一般 我只是略微出手 就让众女尖叫不已 原来在刚刚 众人触发了陵墓内的石像机关 剑状太上长老连忙将宁天护在身后 祖师小心 这些石像肯定有问题 我不其然下一刻石像举起石剑朝众人砸去 反应不及的人直接被砸成一坛肉米 反应过来的人格石手段朝石像发动攻击 然而石像身上的石甲有一种特殊力量 寻常手段根本无法造成伤害 就在一名摇齿女弟子即将与命在石像之下时 宁天终于是出手了 同时久违地使用了魂灭术 魂灭术克制一切魂体 并且能转化魂体能量提升自身 只见宁天轻轻地触碰了一下石像 在其他人眼里坚固无比的石像 近开始崩塌化作一地碎石 果然这些石像之所以会动 就是因为其体内附着魂体 魂体其他人或许会害怕 但对宁天来说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信念于此 宁天的身影在大殿内腾转 不断向着石像群冲去 所到之处必有石像崩塌成碎片 当众人看清人影后 瞳孔猛的一锁 那不是天魔教祖师吗 我们这么多人 竟然不如财帝王靖的祖师 这些石像士兵身上的石甲都有特殊力 这连我们都觉得十分棘手 不愧是祖师 一些女弟子更是直接泛起桃花眼 看祖师游刃有余的身姿 真的好潇洒 同时暗中有一道身影 正眼神阴狠地盯着宁天 迟早有一天 我灵逍遥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 就在宁天正忙着收割魂体时 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声 你震惊了周围天骄 获得奖励五千修为 随着一股庞大的灵气入体 宁天明显感觉到体内的灵气满意了 太上长老为我护发 紧接着在地上盘膝打坐起来 见状看宁天不顺眼的人冷哼一声 喜欢出风头 怕不是灵气耗尽了吧 这灵目中恢复灵气可没这么容易 小心精进人亡 然而下一刻宁天身后浮现一团庞大的灵海 刚刚还在冷嘲热讽的人脸色巨变 他竟然拥有灵海 而且还在这个阶骨眼上突破了 摇池圣地的弟子们脸上皆是泛起红欲 宁天祖师可是我见过最持久的男人 数分钟后 当最后一丝灵气汇入宁天体内 修为也是突破到帝王镜四星 同时系统声响起 以震惊了众人 天神路熟练度增加 目前天神路领悟到四成了 再有一成就达到灯堂路式的程度 届时又可以开辟更多灵脉 随后缓缓站起身 走吧太上长老 前方大概就是主殿 我们进去吧 一进入主殿就看见一个王座 王座之上一具枯骨坐着 陵墓内的的功法最低都是高阶 武器架上也全是极品灵气 不得不说这陵墓的主人很富有 就在这时一抹红光自那枯骨眼中闪过 这让明天心中一惊 可在仔细打烊时 拿枯骨眼中只有空洞的眼窟窿 这时一名正道蒙的弟子 静止走向王座 死者为大 你这样冲撞人家不大好吧 文言那人冷哼一声 没想到天魔教祖师连死人都怕 像这种陵墓主人 都会把好东西带在身上 比如他临死都要戴着的戒指 说话间 这人举起宝剑就要将枯骨的手臂弹下 然而下一刻 那眼窟窿中竟是闪烁鸿芒 接着那本该死去的枯骨竟致站了起来 上一秒还是死气沉沉的枯骨 下一秒竟化身成一个小萝莉 并且一现身就表示很忠意我 原来在刚刚 有人贪图灵墓主人身上的宝物 却不想下一秒这具枯骨竟活了过来 当看到那枯骨站立起来 在场的众人皆是脸色一变 剑梅 那是贵派的首席弟子剑无声吧 陵墓内本就危险重重 而等为何不约束弟子 是想害死我们吗 文言我冷笑一声 宝物在前 当然会有贪心之人想要据为己 此话一出众人的目光都被枯骨吸引 当看到枯骨手指上散发宝光的戒指后 众人心中一惊 那是藏那剑 这种收纳型灵气多半藏着墓主最重要的宝物 同时剑梅脸上露出一丝恼火 这个欺世灭主的二火 看到好东西竟然不先禀告老夫 接着剑梅大义领然的剑指哭 无声 为师现在就来救你 然而这一剑竟然没对枯骨造成伤害 反而将手上的零剑绷成碎片 紧接着枯骨轻轻拍出一掌 剑梅竟然是吐血到飞出去 随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剑无声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扁下去 不过瞬息便化作一具干尸倒在地上 结结结结结 瞬间枯骨爆发出一股天尊镜都难以触及的气息 此刻在场的众人都意识到 这不是天尊灵目 而是大帝灵目 摇持圣女一脸担忧的望向 祖师 大帝可是神帝镜中的最强者 如果是他的灵目 那可不是我们可以应付的 突然那枯骨的目光在我身上顿了一下 接着那枯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向着众人走来 剑撞在场的天尊镜强者一拥而上 道友们 此处甚是诡异 我们一起上速战速决 然而那枯骨只是对着虚空一指 不等天尊强者们有所反应 他们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困住 然后又是一道庞大的灵气 威压席卷整个大殿 将在场的其他人死死压制住 剑撞凝天疯狂运转天神路 压榨体内的雷结灵脉 硬生生用狂暴的雷结灵脉破除了威压 这一举动也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没想到帝王镜的祖师竟有如此战役 我等也不能落后祖师的脚步 其余人皆是动用全部实力摆脱这股威压 不久之后 冲破威压的众人都虚脱在地上 先困住六位天尊 又用威压镇压我们这些小辈 虽然不理解他想做什么 但唯一肯定的是 他不想杀死我们 就在这时一道黑雾自藏骂界中飘出 接着竟然化作一位黑袍小罗莉 你很聪明 我喜欢你 不等众人开口 那小罗莉便笑呵呵说道 欢迎各位挑战者来到本作的陵路 他是百年前的大帝强者 如今却只剩一缕残魂狗言残喘 为的是告诫众人 所谓的成神路不过是一场骗局 只要踏上那条路就注定陨路 原来在不久前 陵墓的主人突然出现将天尊们困住 而且他没有说我们是盗墓者 而称呼我们为挑战者 也就是说 这里不单单只是一座陵墓那么简单 这时姚池圣女行李问道 晚辈姚池圣女摇西 不知前辈何方高人 文言小女还感慨一声 姚池的小娃娃 时间可真快啊 姚池之后这么快又有新的圣女了 被困住的姚池长老脸色一点 姚池圣女是姚池圣帝百年前的大帝 能直呼其名讳 难道前辈是三圣大帝 原来三圣大帝和姚池大帝是同时代的强者 同时也是姚池大帝的之友 可您不是在三百年前 和姚池圣女一同踏上成神路吗 姚池圣女已经陨落 您怎么 我怎么还活着 三圣大帝平淡的接过这句话 接着又自嘲一声 成神路 不如说是灭帝之路 只要踏上那条路就注定陨落 天魔姚池圣还有他们都是如此 既然你们是姚池的后辈 我断不会看着你们走上不归路 收手吧 话落在场的天骄都陷入迷茫中 是啊 当初那些地境强者都陨落了 我们的修炼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这时我却摇头一笑 这笑声在寂静的大殿中显得格外亮眼 见状三圣大帝不由皱眉 你为何发笑 其他人都到心不稳 为何他这么快就清醒怪了 我只是觉得三圣前辈错得可笑 这是一股大帝威压远出 好大的胆子 你敢说我错 见此太上长老心中紧张起来 祖师 三圣大帝实力堪比女帝 你不要激怒他了 然而我依旧不卑不靠 修道之人本就逆天而行 三圣前辈若是真的那么小 百年前就该和姚萱大帝一起陨落 又怎么会出现在此 你这小子 出言如此狂妄 忽然又满意的点了点头 很好 很好 如此心智颇有大帝之姿啊 竟然今日你我有缘 我就送你一份机缘 为你改善繁体吧 还不带我解释 三圣大帝的魂体意识就进入我的身体 瞬间三圣大帝脸色一变 他是天神体质 而且还有着雷杰灵脉 我只是路过有些好奇 所以进来看看 放心 我马上就走 不到片刻三圣大帝就脱离出来 太邪门了 他不仅是天神体质 竟然还有克制魂体的力量 这时脑海中响起系统声 震惊大帝 奖励读星卡 可看透人心 读取内心的声音 有效时间一小时 这时三圣大帝干咳一声 你的体质很好 我这机缘不太适合你 随后开始说起正事 三百年前本座重伤难治 于是我留下这一缕残魂 为的就是留下我的传承 此话一出众人心中一阵 三圣大帝的传承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机缘了 而刚才的灵气威压 便是第一轮试炼 为冲破威压者皆为败者 而败者只有死路一条 化落那些未能冲破威压的人 皆是化作一团血物 接下来试炼继续 顺带一提 只有得到传承才能活着出去 三位角色女子同时诱惑我 但我的内心却不敢有丝毫心动 原来在刚刚三圣大帝 降下第二关试炼 只见枯骨朝着地面猛的一阵 空旷的大地上出现九道门 这是陵墓中的第二关生死门 各位请选吧 入金门为生 入黑门则死 入紫门则会永生沉沦在梦魇之中 接着又看向摇池圣地众人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我的传承不适合你们摇池 等试炼结束我会将你们送出去 看到这一幕周围的人都是羡慕顾 可谁让人家和三圣大帝有渊源呢 这时摇池圣女站了出来 三圣前辈 我还有一个朋友 随后那担忧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见状三圣大帝淡淡一笑 怎么 这小子是你的夫君 或是你心爱之人 闻言摇池圣女脸上浮现苦涩的笑容 也 也不是 她是天魔教女帝的夫君 话落三圣大帝脸上浮现一米惊讶 她实力也才帝王景 竟然有一个大帝强者的妻子 见此我也不让众人难走 圣女 无妨的 对于三圣前辈的传承 我反而还有些兴趣 见状三圣大帝满意的笑声传来 实不相瞒 若是你能得到我的传承 将对你的体质起到极大的提升 同时大部分人都选择好要进入的门 但我还没有做出选择 竟然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那就直接读取新生 心中默念使用读星塔 瞬间新生出现在我脑海中 生生死死 生又何尝不是死 死又何尝不是生呢 如此循环也是难逃一死 闻言我心中有所迷雾 无论是生门还是死门 都不是绝对的活路 唯有打破梦境之门 才是绝对的活路 想到这我选择进入紫色的梦境之门 在一睁眼我竟然出现在了天风场 只见城墙上一个血肉模糊的声音 嘴里还尼喃着 祖师 快为我们报仇 这是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天魔教的男人都是废物 连个女人都护不住 虽然知道这是幻境 但心中的杀意不断沸腾 一把将夜冷按在墙上 夜冷眼中没有丝毫恐慌 反而表情争鸣地喊道 杀了我呀 红石周围不断传来杀法之音 我的眼中也不断浮现点点诡异的鸿芒 就在我脑海即将被这诡异鸿芒占据时 体内的雷杰林迈猛的一阵 瞬间令我醒悟过来 不对 他已经死了 一个死人而已 我为什么还要再杀他一次呢 就在这时周围的画面仿佛被定格了一本 等我再次惊醒 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这是我的房间 刚才的那些是梦 这时一道身影推门而入 夫君 你醒了 随后那道倩影来到我身旁 瞧你满头大汗 是做什么梦啊 定是你修炼太累 让我来给你放松一下了 说话间那郊区向我贴了上来 不过我却一把抓住他的小手 和老婆有过多次深入交流 我自然了解他的性格 你这演的太过 似乎是察觉到我无动于衷 他冷笑一声 房间内又是多了两道倩影 瞬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一米的气息 男人怎么也想不到 女帝老婆竟然会和姚池师徒争宠起来 甚至还要与我在仙灵时进行和修 祝我的修为更进一步 但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幻境 若是经受不住考验沉沦其中 只怕落得一个精进人亡的下场 我说过我的老婆不是这副模样 我认识的西王母和姚池圣女也不是你们这样 散了吧 你们的套路已经被我识破了 然而三女却没有放弃 我就不信 你真的顶得住 下一刻无数阴阴厌厌的身影出现周身 接着无数赤骨的胶躯贴了上来 夫君一起来玩了 整个折磨人的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最终依靠运转天神路才勉强保持清醒 当看到眼前出现一道紫色的门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也太折磨人了 穿过大门来到一片湖泊前 我现在还是在梦境里面 这是一道略带惊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祖师你也出来了呀 来人正是林须宗的林奥圣子 不过我却叫停他们 并与他们拉开距离 毕竟还不清楚这是不是幻境 趁着独心卡还有效 我对他们发动独心 接着林奥内心的声音响起 祖师好厉害呀 我什么时候能有祖师一般厉害 听到了他们的心声 我基本能确定自己回到了现实 你们都是从梦境之门出来的吗 经历了些什么梦境 文言林奥微微疑愣 我走的是生门 就遇到了几只帝王境恶魂 杀了他们就来到这里 看了眼比来之前少了大半的人数 我若有所思 如果只是帝王境恶魂 那通过的人不应该这么少 看来每个人遇到的失恋都不一样 看我一脸沉思林奥有些好奇 祖师 你不会是从梦境之门中走出来的吧 此话溢出周围的人心中猛的一惊 这可是大地强者设立的梦境 竟然被祖师看破了 同时脑海中响起戏土声 奖励地阶低级武学剑法随意 宿主天神体质提升这小城 不过都说天神体质很厉害 但作用甚至不如雷杰林迈达 大概是没有提升到大城境界的关系 看来这三圣大地的传承不能放过 就在这时 湖泊中心传来一阵轰隆声 只见湖泊中间的岛屿上 出现一棵苍天古树 树叶中隐藏着数个光团 赫然是一柄柄武器 甚至有着仙气的存在 当即就有人忍不住欲望飞向古树 这些仙气老子要了 然而下一刻一道灵气巨掌 瞬间将那人灭灭 看到这一幕众人心中一颤 方才那人至少也是圣皇境 竟然一掌就将其妙杀了 接着一位白发玉姐出现在眼前 敢敢破坏我三圣的规则 找死 来了来了 三圣大地传承的第三道试炼即将开始 并且三圣大地对我情有独钟 指定要我第一轮参加 只因我一眼就看破了这轮考核的意图 第三道试炼就是三圣大地身后的这棵古树 识人为一对抢夺古树上的光团 光团里是不同的灵气 其中还有着一柄仙气 然而就在众人兴奋地以为 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柄仙气时 三圣大地冷冽的声音再度传来 一柱仙气时间 只有拿到仙气的人才能回来 化落众人背后皆是一凉 没得到仙气就会死 那岂不是九死一生 见状我心中有所了然 成神路就是灭地路 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文言三圣大地饶有兴趣的看向我 难道你看出什么了 无数强者为了神位前扑后继 有的甚至连神位之争的战场都未曾抵达 而这场试炼便是复刻神位之争 只不过神位变成了仙气 从岸边到达古树不过数十里 你却留下一柱香的功夫 想必除了看我们自相残杀以外 谷里还有你留下的其他后手 文言三圣大地眼中的欣赏之意更深 小子 本座越来越喜欢你了 那第三场试炼就从你开始 话音当落包括我在那个识人被牵引起来 在看到其中有六个正道门的地主后 我心中暗暗警惕起来 想必他们会趁机对我动手 而其中正包括一进入林墓 就对我不是单单的林逍遥 最时三圣大地又补充了三点规则 试炼开始后 你们便无法窥视光团中为何武器 第二 一旦触摸到光团便视为锁定 不可更改他人亦不可巧合 第三 当沙漏结束 还没做出选择也算失败 当技师开始 众人纷纷向着古树方向赶去 就在众人靠近湖面时 一个巨大的黑影冲出水面 见状我施展身法 躲开黑色蛟龙的袭击 看来湖中的妖兽 就是三圣大地留下的后手 这时在我身后传来一道灵气波动 一直警惕四周的我下意识躲闪开 而偷袭之人正是正道蒙弟子以及灵霄遥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我大婚之日的小丑 见状灵霄遥不再掩饰自己的杀意 明天 我们中境界最低的人都比你高 今日你死定了 见此我不再隐藏实力 天神路运转 雷杰宇悦到灵脉七七浮现 看到这一幕的三圣大地眼中闪过一门金光 这小子竟然不止雷杰灵脉 说话间赤销剑出现在我的手中 同时一股势不可挡的剑翼蹦脏 随后幻化出数道残影在水面之上 在灵霄遥惊骇的目光中 周身的人瞬间陨落 下一刻我的声音在其身后传出 灵贼 战斗的时候怎么可以走谁呢 话落我一掌按在他的头上 使其落在下方蛟龙的血盆大口中 瞬间便没了声息 但是为了解决他们 也让自己的进度落后了不少 见状我毫不犹豫地使用系统的探导板 却不想其中一人正将手伸向仙气光团 明天终于醒悟了 原来自己无意中抚摸了姚池圣女的身子 就在刚刚的试炼中我得到月道仙气 并且在炼化的过程中了解到 月道仙气是与神魂直接绑定的 因此会共享感官 难怪在使用姚池圣女古增事 他会露出那般表情 就在不久前的仙气争夺中 我受到正道蒙的阻拦 导致真正的仙气就要被其他人拿走 见状我心生一计 只见我靠近另一个光团 同时大喊道仙气是我 这一幕令那人一愣 他怎么知道那个就是仙气 不对 他是天魔教的传奇祖师 他手中一定有女帝给他的寻宝方法 想到此处男子向我轰出一道凶猛的灵气 见此我故作气负 这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然而那人却一脸得意将手伸入光团中 可惜这是我先摸到了 其他几人心中一凉 可恶 竟然被他摘了桃子 见他已经选完我也不装了摊牌 这样的话 我只能含泪选择真正的仙气 说吧将手伸向真正的仙气光团 下一刻所有的光团开始消散 露出光团内的景象 望着手上的乐道仙气决心骨争 我点了点头 这正好是自己需要的 见此那人被气得不轻 这仙气本来是我的 不过我淡淡的回了句 可惜这是我先摸到的 但就算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臭小子 我就是死也要拉你垫背 然而下一刻一道灵气瞬间贯穿 考核失败的内景 出手之人正是三圣大帝 试炼结束 按规矩只有一人能活 在其他人通过试炼之前 你且在此处等候 我有预感后面还有其他试炼 正好趁这个时间 让仙气认主以策万局 随着滴血认主 我发现原来越到仙气认主 是与神魂直接绑定 不仅如此他的攻击 还会对敌人灵魂造成损伤 这时我突然想到 仙气与主人有神魂联系的 那方才我借用摇翅圣女的鼓针 岂不是变相触摸了圣女的身份 在一个时辰后 其他人也试炼完毕 见状三圣大帝点了点头 不错 竟然还剩下五人 比我预想的要好 文言以无意争夺 大帝传承的人一起 终于结束了 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然而三圣大帝摇了摇头 各位不要高兴的太早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试炼 只见三圣大帝小手一挥 随后众人出现在一座宫殿中 只要谁能接下最后一道试炼 本地的传承和大帝灵魂 中树不尽的宝藏都属于他 而后他指向自己 最后一道试炼就是击杀我 听到这话众人心中一惊 以我们的实力就算联手起来 也不可能击杀大帝强者 你们急什么 我又没说要用大帝实力对付你 他明明是百年前 风华绝代的大帝强者 如今却被我压制在身下动弹部队 原来在刚刚三圣大帝 提出最后一道试炼 击杀他就能获得大帝传承 就在众人都认为 这不可能做到事 三圣大帝话音一种 本座在成就大帝前 一直同境界无敌 自然不会在境界上占你们便宜 文言众人有所易懂 那可是大帝传承啊 并且同境界下 也不至于一点胜算都没有 见状三圣大帝再添了一把火 年轻人们 犹豫就会败北欧 果然就有人安纳不住 就冲三圣前辈这句话 我陆群 圣皇境巅峰修为请战 三圣大帝点了点头 那本座就以二十岁 成就圣皇境巅峰的实力 与你战斗 话落一个少女版的 三圣大帝晃化出来 深知自己胜算不高的陆群率先出手 然而这一击没有任何效果 留在他眼前的 只是三圣的一道残疑 还不待他有所反应 三圣就出现在他身后 你太慢了 接着斜着强烈掌风轰向他 等众人回过神 陆群的生命气息已然散尽 一招就击杀了同境界高手 大帝年轻时针就这么无敌吗 我将目光放在三圣手掌 还未消散的掌法运道上 没想到三圣在圣皇境时 掌法之道就已经到登堂入室的程度 然后三圣看向其余人 下一个你们谁来 闻言现场一片死寂 在看到三圣一招秒杀同境强者后 他们完全没打量应战了 剑撞我战了出来 三圣前辈 我来吧 很好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 说罢三圣的气息压制到帝王境 虽说三圣境界压制得更低了 但施展出的掌法威能却更胜了 见此我唤出仙气古增 三圣前辈 你能号称同境界无敌 但那是你没遇到我 话若我施展乐道绝学与三圣硬碰硬起来 见此三圣心中一惊 他还会摇齿的破音之术 同时系统声响起 震惊三圣大帝 奖励绝杀阴阵 闻言我咧嘴一笑 手中的弹奏之法一遍 一阵与灵木石门十分相似的古增之声传出 最为惊讶的就是三圣了 这不是我神帝禁食自创的武学吗 这小子是怎么会的 在掀弃古增的作用下 绝杀之声中还附带着攻击神魂镇压灵魂的效果 帝王境的三圣根本无法抵挡这道神魂攻击 我伸之称你并要你命的道理 一个闪身来到三圣身旁 臭屁小鬼 我早就想揍你了 耍人很有意思是吧 说吧直接往三圣身上招呼起来 臭小子 你竟然 恼羞成怒下三圣大帝不再压制实力 挣脱束缚后一掌朝我拍来 一掌落下我直接倒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不过这一下却是留守了 仅仅是对我造成了皮肉伤 都说打人不打脸 三圣前辈过分 就在这时整个空间开始震动起来 同时想起三圣大帝释然的笑声 只见三圣大帝整个身体渐渐变成透明状态 我三圣大帝的传承 终于后继有人了 随后一道璀璨的蓝色光球将我笼罩起来 来了来了 三圣大帝的传承终于结醒 就在刚刚我被传送到一处神秘空间内 这里莫非是大帝的传承空间 话音刚落三圣大帝的声音浮现 你很聪明吗 这是本座的传承之球 蕴含着本座一生的心血 任谁得到这份传承都会欣喜落空 文言我眼睛一亮 这么说三圣前辈的大帝传承能让我一飞冲天吗 三圣大帝沉音片刻 看你造化吧 那能让我直接突破到神帝境吗 三圣大帝语气再次低了几个 这个不行 那天尊敬呢 也不行 话若我撇了撇嘴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这个大帝感觉不太行 这把三圣大帝气得够强 不生气不生气 成年人不要跟个矛头小的计划 小家伙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本座的传承可比提升境界厉害多 本座帝号之所以称之为三圣 乃是因为本座长道成圣 全道成圣 越道成圣 这让我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道的最高境界不是登宗造极吗 看出我的疑惑 三圣顿时昂起头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以为道的最高境界只是登宗造极吧 对于大帝以下之人 道的最高境界的确是登宗造极 大帝境界才能领悟道圣这个级别 当然对于神境强者还有更高级别的存在 这让我心生向往 立志领悟三千大道的我自然之道道有多强 同境界比的不仅仅是灵气的强度 还有对于道的造语 随后三圣大帝指向周深的光球 这是我全道和长道的造诣领悟 且看看你能领悟到什么程度吧 才两道 前辈你的阅道造诣呢 文言三圣大帝略点尴尬 虽然不太愿意承认 但你小子的阅道造诣不差 原来如此 你那阅道领悟确实不太行 我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这把三圣气得咬牙 臭小子 本座懒得和你废话 好好领悟吧 话落将那两个光团推向我 当光团融入我身体的瞬间 我脑海中闪过一道道深夜 施展着各种拳法和掌法 一旁的三圣大帝也是心怀期待 也不知道这小子能领悟到什么地度 半个时辰后我缓缓睁开双眼 此刻我的拳道与长道都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 随后向着三圣攻身 多谢前辈 小子不才仅仅只到达了登堂入室 没事不过半个时辰 以你的天赋数月内就能领悟入门了 这时三圣大帝突然一顿 你领悟了 还登堂入室 要知道就算是三圣 从领悟到登堂入室也足足花了十年 你竟然只花了半个时辰 亘古至今三圣从未听说 有谁能半个小时将到的造诣提升到这种程度 此子若不中途陨落必达神经 惊讶过后三圣的脸色严肃起来 臭小子 你的天赋千万不要乱传 小子 你可知什么是天神体 古往今来修士们多是靠领悟基础天地法则来修行 比如风火雷电等 而天神体不仅领悟基础法则远胜常人 更是具备掌握高级天地法则的能力 比如控制生死的生命法则 传闻领悟此法则的大成天神体 仅需一个眼神便能剥夺一个大地体内的生命法 你的天赋加天神体 未来必定领悟此等法则 若此世外传及有可能引来杀身之户 接着三圣大帝又换出一道光腿 这是本作自创的天阶功法三圣功 绝对适合你修炼 这让我一愣 天神路是配合天神体的神级功法 自己不可能去转修其他功法 不过三圣大帝下一句话却让我动摇起来 如果我说他能助你将三千大道全部修炼到圣造影 来了来了 在接受三圣大帝的传承之后 明天的实力再次得到提升 原来在刚刚 三圣道破我想要将三千大道都修炼一遍的想法 然而修炼的道越多就越难往上提升 甚至可能永远停留在登峰造极境界 文言我眼睛一亮 难道前辈能将三种道领悟到圣境界是因为此功吗 没错 无语有云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你的体质若是修炼三圣功 定然能将所有道提升到圣境界 说到此处三圣路出羡慕之色 一个掌握三千大道的强者出世 恐怕整个天旋世界都要为之一阵 以你的体质运转两个功法绝对不是问题 希望你不要埋没了这三圣功 文言我松了口气 这样就不用放弃目前修炼的天神路 好了 已在此处好好修炼 等你修成自然能从此境脱身 说罢三圣便离开此方空间 见状我也不莫及 三圣前辈放心 我定不会埋没这三圣功 与此同时在外界 姚池圣女等人都有些交集 自从宁天等人进入生死门后 再也没有一丝讯息传出 就在这时三道人影从虚空中出现 各位 试炼已经结束了 本作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传承之人 不见宁天的身影 姚池圣女神色更加交集了 前辈 难道您的传承之人 就在这三人之中 那祖师呢 难道祖师死了 太上长老更是一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祖师怎么可能没了 宝太婆 你给我等着 祖师要是死了 我们女帝定要将你这灵木 掀个成千上万点 三圣大帝脸色一黑 我有说你家祖师死了吗 那小子正在接受我的传承呢 文言姚池圣女脸色一喜 三圣前辈 你的意思是祖师还活着 并且还获得了你的传承 太上长老完全不负刚才 骂骂咧咧的模仿 我就知道 我们祖师不会这么容易死 正道蒙的人 见传承已无变相的一海 三圣前辈 既然传承之人已经寻得 你是不是该放我们出去了 三圣大帝摇了摇头 在那小子传承结束之前 你们谁都不许走 正道蒙的长老还想反驳 这是何道理 难道那小子一辈子没领悟 我们也跟着饿死在这里吗 然而下一刻递进威压袭来 有何不可 你们可别忘了 此处是谁说了算 不久之后空间 再传出一阵波动 紧接着我的身影从中走出 多谢三圣前辈 见状三圣心中极为满意 半个时辰便领悟了我的传承 距离圣皇境也只差半步 此话令在场的天骄被点压力 祖师进入陵墓时才四星来着 短短几个时辰就达到了帝王境九星 既然本座传承有人所谓 那本地旅行承诺 你们都能活着出去 说罢轻轻一挥手 解除了对着天尊的境内 随后三圣拿出 枯骨上的藏内景 小家伙 这个戒指中放着陵墓中所有宝藏 现在他归宁了 这让郑道蒙的长老心中暗恨 此行损失了一群精英弟子 最终大帝传承还被天魔教祖师拿走 这个天魔教祖师成长太过迅速 日后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计划的变数 死子绝不能留 想到这里二人先行一步离开了此处 做完一切后 三圣大帝来到摇池一行人身体 对了 我还有一事相求 能将我的枯骨带回摇池吗 我想和他葬在一起 这里的他指的是摇轩大帝 当年我们约定一起前往成神古路 但后来成神路上厮杀失衡便宜 我和摇轩失散后连最后一面也没能 闻言摇池一行人神情凝重 三圣前辈请放心 我们定会完成大帝最后的愿望 见状三圣脸上露出一抹解脱的笑容 将神魂融入到枯骨之中 摇轩 我来了 随后摇池圣女望向我 祖师 我们准备回摇池圣殿了 你要不要顺便去摇池做做客 闻言我有些犹豫 办完事不回家 女帝老婆肯定会把我撕了 但好歹圣女也帮我说过话 不好直接拒绝 于是我向太上长老使了个眼色 人老成精的太上长老自然懂我的意思 祖师如今你身怀整个传承 以防有人觊遇 还是早日回天魔叫好 太上长老说得对 圣女真对不住 下次一定 怒了怒了 外人眼中冷若冰霜的女帝 却因为她的夫君我发怒了 原来在刚刚一出灵怒 我就发现灵兽座骑被人斩杀 臭小子 你终于出来了 说话之人 正是刚刚提前离场的正道蒙长老 见状太上长老咪了咪也 难道你们想抢祖师的传承 我不仅要夺了你的传承 还有你们的命 下一刻太上长老天尊 巅峰半步神帝的气势报道 就凭你们两个 这还得看看老夫答不答应 然而二人一副有苦无事的目标 你的确很强 但是你的对手不数 画落一个黑衣男子 从虚空之中浮现 看清来人太上长老脸色一点 他是一剑门宗主剑人 本地的名号岂是你们称呼的 只见剑人抬起手指 冲着太上长老巍巍一 下一秒神帝巍压落在太上长老身上 将其击飞到山体之中 祖师快跑了 这家伙是货真价实的神帝竟强者 见此剑人眼中闪过一母杀意 你就是天魔教祖师 不过是帝王静的废物营 画落一道更恐怖的攻势向我袭来 面对这道攻势我只能尽全力阻挡 然而境界始终是难以逾越的攻攻 接触的瞬间就被击飞出去 看到这一幕摇持圣女一脸担忧地跑 明天祖师你没事吧 而剑人心中更是恶然 自己这招可没有放手 他一个帝王静竟然能挡住 这时系统声响起 震惊了剑人 奖励瞬移卡一张 可进行一次短距离瞬移 同时三圣大帝的残魂出现 区区一个准地 竟敢伤害本座传人 闻言剑人心中不屑 就算你生前是大帝又如何 如今你那即将消散的魂体能使出几招 三圣大帝等笑一声 你很狂吗 不过本座要杀你几招足矣 小子看好了 本座最后给你施展一下 何为掌道和拳道 掌道气势要足方能力破山口 而拳道无需花脸不上 只需干尽有力一拳破敌 直面攻势的剑人脸色猛的一边 仅仅是大帝残魂就这么恐怖吗 来不及多想 就用全部实力来进行抵挡 然而他全力凝聚的护盾 不过瞬息就破碎开来 这一刻剑人面露恐惧之色 就在这时天空中再度浮现一道人影 将三圣大帝的攻势全部挡住 感知到这股气息见人脸色一息 盟主 你终于来了 来人正是正道蒙盟主正天大帝 只见正天大帝淡淡抬手 区区残魂散了吧 直面威压的三圣大帝脸色一边 若是还活着他不惧这正天大帝半个 可如今仅仅是一个魂体 真是遗憾 最终还是无法同他葬在一起 就在这时我的身影一闪过 在大掌即将落下的瞬间消失不见 眼见一掌落空 正天大帝心中一惊 修为如此低下 竟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救人 这小子果然有问题 虽然使用瞬移卡就下了三圣大帝 但我脸色依然凝重 就算是我们所有人联手 也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就在这时系统声响起 震惊正天大帝 奖励大帝召唤卡 可指定召唤大帝 无视空间瞬移传送 文言我眼睛一亮 三圣前辈 圣母 接下来交给我吧 划落上空的正天大帝冷坑一声 区区帝王镜 谁给你的勇气敢挑战我 我没理会他 在心中默念使用大帝召唤卡 召唤落无情和西王母 瞬间两道极为恐怖的气息凭空出现 同时两道倩影浮现 落无情和西王母对视野 同样露出一抹疑惑之死 方才一道不可抗力将我拉入虚空 我也是 看清来人后 正天大帝心中一震 这小子使了什么招数 竟然瞬间将他们俩照了过来 落无情目光落在我身上后 声音瞬间冷了下来 谁上你的 有老婆在场我丝毫不拒 只向正天大帝 老婆 就是那个栽种 她是强灵弱 见状落无情看了过去 作为大帝对一个帝王镜的小子出手 未免有些不太好吧 见西王母也站在对面 正天大帝眉头一皱 西王母 你摇持圣地号称 中立不插手任何势力之争 难道你现在要站队吗 闻言西王母微微一笑 你许为正道 又是大帝强者 为何要对一个帝王镜后背出手 西王母 你和他废话什么 伤我夫君 我要你命 话落落无情手上浮现一柄宝剑 你真以为凭借你一个正道盟 就能招惹我天罗角 见落无情一言不合就取出仙气 正天大帝脸色大扁 你可想好吗 你我皆是大帝 若是动手整座阴风山脉都将夷为平地 但落无情不以为人 你敢伤他就准备付出代价了